字幕提供 好,各位好 我們今天線上講座是來探討 還是延續之前手機裡的暗處理器 那我們今天想要探討的議題是在虛擬化技術以及它相關的應用 那這個部分請你點在我們連結左邊可以看到說 意志多核心與虛擬化技術 這兩個詞彙其實乍看之下好像是沒什麼關係對不對 一個是意志多核 那另外也是虛擬化技術 但其實它背後有非常多的技術以及關聯是相通的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呢 這邊有提醒大家這件事 就是我們有一個線上的聊天室 如果你有中間有什麼問題呢 請你利用這個方式來提問 那它的介面相當單純 你可以使用這個 Twitter或是Github的帳號就可以登錄 那我們今天的關鍵呢 就是來探討這個虛擬化技術 那我來快速看一下 我們想要探討的議題 那首先呢我會來探討這個 Aunt的Big Little技術 那這個Big Little呢 基本上它是剛才提過的就是虛擬化技術 做一個很重要的變形 然後呢今天你我每天用的手機 基本上都脫離不了這個Big Little的技術 那Big Little如果真的要探討是一個非常 漫長的議題 所以我們不打算在今天把它 完整探討過我們之後提到一些觀念 那再來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在探討這個虛擬化技術 那虛擬化技術的話 我們會探討說在手機 當然一直到今天你還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在手機裡面要特別探討虛擬化技術 這個東西呢覺得已經 它絕對不是研究 它其實已經是這樣 已經是導入產品了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形之有言 那我們就從一些具體的例子來看 這個東西的世界應用 那首先請你先點下面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是在2012秒 在中研練的一個演講 那當時來這個距今已經有五年的過程 所以這個五年中間其實發生了非常多事情 所以這本投影片呢 基本上有很多的議題是需要去更新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 這系列的線上講座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有非常多技術其實它需要大幅度更新 但是可能因為時間啊或是一些限制 就是講座想要這樣做 那現在講座的好處就是 我們隨時只要看到有值得更新的議題 我們就可以去嘗試去調整 對不對 好 那中間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你利用這個聊天室來 就是進入你的問題 或者說你有相關需要補充的 補充的部分也歡迎你做調整 好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其實很單純 就是希望讓你可以知道說 裝置 裝置這個虛擬化 就是裝置本身做虛擬化 尤其是按個處理器 那怎麼做到這件事 再來是它的好處 還有一個真正的產品 然後我們會跳遠探討一些像是跟Android的部分 那跟Android有關的部分 很多時候你其實是看不到的 好像是這個支付系統 就是這個payment 就是線上的這個支付系統 就讓它有很多 可能是跟虛擬化有關 好 那我們在今天不會探討到一個議題 是這個language run-time 那事實上我們有另外一個 線上假作就在專門來講 這個language run-time 會不會process 會不會去虛擬 所以專門這樣子 像是java.net Ruby Python這樣的一個virtual machine 那所以事實上以分類來講的話 其實有兩個主要的virtual machine 一個叫systemvirtual machine 所以你看到systemvirtual machine 像是QN1 virtual bus 這一系列這種模擬整個系統的 從cpu的指令記憶體 到相關的對外的bass 周邊 然後一路在模擬上去 所以我們中文叫systemvirtual machine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我們中文叫processvirtual machine 像java 那些幹子 那些例子 那這個不是我們在今天要談談範圍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在這些嵌入式的這個裝置裡面 當然今天你可以講說IoT 講這個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在這些embeddy也好 IoT也好 或是這個手機 我們為什麼要去使用這個虛擬化技術 好 那在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探討一個東西叫虛擬化 Wikipedia上面講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電影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事實上呢 Virtualization是什麼呢 事實上它是呢 它去把硬體的 硬體的一些特性特質 把它包裝起來 所以比方說硬體上它可能是 它可能只有1顆CPU 但是呢 我把這個特性把它包裝起來 我對外呢 號稱也有這樣 有10顆CPU 或者更多的顆CPU 好 那在我之上呢 我就可以去做 把一些什麼作為系統的啊 利用程式啊 或者其他的一種 需要跟實際上有互動的地方把它揭露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說話 那其實啊 它是把資訊封裝起來 這個這個觀念很重要 所以其實虛擬化這件事呢 其實是一個相對 其實我們日常都在做這種事情 比方說我們常常聽到所謂團隊 團隊這件事 尤其你在工作裡面 對這個詞很熟悉 這個團隊其實都是相對的詞 事實上呢 我們所有的雇員 我們所有有生產力的人員 或者這些資源 事實上沒有那麼多 但是你可以隨時隨地 依據專案需求 依據客戶要求 隨時隨地就可以建立一個什麼團隊 那事實上這個團隊本質上 它也是有趣的話 因為你事實上沒有很多資源 但是我依據客戶要求 所以我可以對A客戶來講 才看到這件團隊 但對B客戶來講 那是個團隊 其實這樣很大資源都這樣 供應很 這個就是其實 換個角度講 它也是Virtualization的一個 具體的實現 那Virtualization事實上在 伺服器裡面已經用了非常久 我們可以看到說虛擬化技術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出現的年代非常早 其實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 那在1960年代 其實IBM就把這個相關這個 虛擬化技術的一些背景的理論 相關的一些 體育經濟機上 都做了一個很好的延伸 那在這40年來 為什麼在伺服器 我們會導入這個國學來追尋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這個硬體 事實上它不是 不是給電 不是插了電 然後才可以持續做 事實上 硬體為什麼 硬體會有停機的時候 硬體會有故障 那就算硬體不故障 軟體可能有故障 當然包含硬體跟韌體 或是硬體的過熱 或是出現一些 我們沒辦法解釋的狀況 所以 依據之前 依據IPC的之前 有一個統計 它是說 這個資料中心有百分之二十 每天有百分之二十的機器 會遇到軟體和硬體的缺失 導致它沒辦法完全無誤的 完全執行 所以事實上有百分之二十都沒有耗電進去 當然有時候你只是重開機 或者有時候只是等久一點 就是 它可能在時間內 就讓回音 但是等久一點也去就回音 好 那這些統稱都是缺失 那其實這些東西都是要突然處理 那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我們現在這個伺服器 這個對耗 功耗 其實非常重要 那 依賴風扇的系統 其實它不只耗電 而且你要考慮到一件事 因為它是機械性的 然後再來是它有很多濕度啊 或者什麼的問題 會導致什麼 導致它的 像濕氣 會可能導致這個脾氣短路 然後沒辦法達到它預期的連線 然後更麻煩那樣是說這個 比方說像Google的機械 Google機械有專門的這個機器人 專門來幹嘛 來抽換故障的這個主機板 或是相關的一些電子連線 然後更麻煩那樣是散的 所以這些議題都導致說 我們沒辦法很有效地使用這個硬體 那 但是我們之所以要蓋這些資料的東西 我們之所以要建設設計的 雲端環境 我們就是要 服務各式各樣的需求 那我忘了這些需求 我忘了都是怎樣 很可能都是 一天補魚 十天賽網 所以這導致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我能不能 在需求暴震的時候 才把這些機器都打開 那平常都可能經營維修 或者說甚至就是 不工業 然後來介紹這些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在伺服器裡面 基本上最近行之有年 所以你就想要一件事 假設我總共要服務的是一千個單位 就是一台機器服務 服務一個單位的話 那我總共的需求是一千個單位 事實上我不需要開一千個伺服器 不需要 我只要開一百台 甚至更少的機器 然後呢 我上面用虛擬化技術 去建立一千個 instance 就好像服務一千個單位一樣 那有趣的地方是 當我這個需求增加的時候 我就逐漸把這個機器 實體機器打開 然後呢把這個 virtual instance migrate 到實體的機器上 所以這個對使用者來講 他只是這樣 他存取的時間好像稍微變慢 但是整個交易的過程 這個狀態的保存都是這樣 不是一致 然後這個在 這個東西就是在 處理這個援露 那他其實更有效去提升這個SYP的使用 那當然 這剛才第一個考量就出現了 那再來一個例題是什麼呢 如果說 各位已經在工作 尤其在這個 所謂做 IEC 設計的公司 應該對這件事非常熟 就是事實上有很多 EDA 2 EDA 2 基本上它都會鎖定某個 OS 版本 好 比如說要上 OS 很多 都會忘記這家公司 上 OS 那 所以他只能在上 OS 上面 那問題來 你現在裝的電腦 可能就是 make OS minus 或是其他追究 那你的上 OS 怎麼辦呢 你該不會要搞一台 這個 要去搞一台 上個工作站 然後跑 裡面跑上 OS 然後只是為了跑 EDA 2 很多時候 你等一下 你可以直接用個 virtual machine 去幫大家 就是把這個行李跑起來 但是這個就是 Vegas OS 那最主要就是要跑這些大型的 就是這個大型的 或者重要的一個 那再來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涉及到管理 這也是 這從2012年以來 OpenStack 大型其道理 的一個狀況 以 OpenStack 來說的話 我們知道 OpenStack 最早 它是源自於 NASA 就這樣玩 就是你每天 就是你常常聽到的 NASA 所以 以 NASA 來講 它當初在開發專案的時候 跟 Wackspace 有一個合作 那合作的過程中 建立一些管理軟體 那 NASA 覺得這邊是很重要的 好處 所以就跟 Wackspace 搞了一個基金會 叫 OpenStack Condition 把這些系統管理的軟體 打釋出來 那很快就獲得 許多廠商的供應 那 OpenStack 來講的話 其實它常常會需要建立一些 新的這個 這個 這個迅滑的機器 那就是虛擬機器 然後你可以做管理 好 那你可以去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去設定說 我可以 要求環境是比較鬆散的 或者比較要求的嚴格 好 那你可以可能很好去控管 好 那再來是最後一項目 就是剛剛提過的就是 Migration 這個在我們在 呃 遇到 系統可靠度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項目 所以我們做這個 Wackable Balance 好 這個就是這樣 伺服器領域 好 那當然這個不是我們今天的總點 我只是講過 虛擬化技術其實它已經存在 而且你每天 都間接地去試用它 好 那 Embedding 呢 那這個就是有趣的 好 我們剛剛講的那幾項 好了 快去換一下 一個是 workflow constitization next always provisioning 然後再是 migration 然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裡面有幾點 還是會用得到的 好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 workflow 那我們 我們 你可能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的手機 網友它不是只是 一種CPU 它可能等一下 它是可能是 預算能力比較弱的 跟預算能力比較強的 好 就像你前面提到的 Big Little這樣的技術 那事實上呢 Big Little呢 在今年也獲得很大的一個調整 好 所以今天這個on 宣布就叫Dynamic Dynamic寫法比較有意思的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Dynamic Dym 它是 結尾是Q Q Q字 這個叫Dynamic 那 那像Dynamic來講的話呢 你可以認為它是Big Little 進化吧 好 那這個東西叫Dynamic 那我們等一下再繼續探討 那 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的 這背後怎樣 也是需要這個循環技術 我們可以強調 就是說 我的任務本身是要migrate 從比較強的 從比較弱的 比較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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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真的需要暫時 保存下來 然後再來是 裡面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license barrier 因為事實上很多東西是 軟體執行是一個限制的 所以其實你可能需要建立一個環境 去讓這個系統可以運作 然後更有趣的地方是 Legacy software support 這個是有趣的地方 事實上Legacy software 會比你想像中的常出現 哪些東西 往往是Legacy software 比方說我們講這個pattern 支付系統 像DIN Digeralize management 像這種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Legacy 但是你用非得支援它不可 因為它背後都涉及到 大量的內容 或是一些相同性的議題 好 然後再來是 在embedded世界來講 其實安全 裡面也是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你想的一件事 像很多公司現在都會做一件事 就是 它可能會直接發一支手機給員工 那公司所有重要事情 可能公司都幫你serve 那個公司的IT人員 就幫你設定好了 然後設定好之後 你就可以用一支手機 存取到公司的VPN 聽起來厲害對不對 那你們想說一件事 你請問這樣的手機掉了的話 怎麼辦 我說這樣的手機 如果要去監控 監控開始使用的狀況 為了避免那種 掉了手機 然後支援的外線 所以你可能這個手機需要監控 可是你對一支手機監控的內容 這聽起來哪裡怪怪對不對 所以這往往就是 隱私權 這個公司的安全 公司的那個 激和 有很大的矛盾 那所以我們有沒有在想 那有沒有可能 我就把系統切割成兩部分 一個是各種的部分 好 各種讓公司不過問 你喜歡用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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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裝進去 那另外一部分是 透過VPN 存取到公司的系統 或者存取到一些 需要管制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就全能監控 所以我呢 系統裡面呢 但是對省省人量沒有感覺 他就是 可能App就是這樣 按下去切換成 公司需要VPN的服務 那按一下呢 又回到原本的 不要再給mine 彈出一個訊息之類的 好 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以這個示意圖來講的話呢 這個是從這個 Zen Summit Asia 在2001年 那2001年的那個 Keynote呢 是由這個 Sansom Sansom 在上面跟大家探討 那所以 他列出幾個情境 我就把它摘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議題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手機吸引的地方 就是它其實它不只是有運算 它還有通訊 還有很多 複合的一體在裡面 所以手機它其實非常複雜 但是基本上我可以分兩部分 一個叫做 Application Processor 另外叫 Basebank Processor Application Processor 基本上很好懂 就是說 相對來講 運算率比較強 可以去執行Android 執行Windows 這樣的一個通訊作為系統的處理器 所以它稱為叫 Application Processor 簡稱叫AP 那另外叫 Basebank Processor Basebank Processor 基本上就是說 這上面可以做這個 2G 3G 4G LTE LTE 5G 這種通訊 專門來做通訊 那專門在跑這個 實際上它就是Modern 那執行這些東西呢 我們說叫Basebank Processor 縮起叫BP 那有沒有可能呢 AP跟BP 過去呢 其實這個很興趣 我們想一件事 過去怎麼實做這件事 事實上呢 其實它兩個不同的處理器 你重新之後猜得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猜 有沒有可能 我們讓這兩個處理器 變成同一個 合為一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像你畫面中看到這個 這個長的手機長的Sansom 早期 早期 其實也不是多早 大概就是 大概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很多手機都長這樣 其實都還算 蠻優雅的 不過就是 你今天的觀點就覺得 這個東西很奇怪了 好 以前這種手機雖然長得很漂亮 但是它的量其實很驚人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Nokia Nokia一直到今天 它的第一階手機的量 都是非常驚人 都是上映的 你的出貨量都是上映的 那 我們要知道 所以我們從這個議題來去想 如果 你可以把 Aquation Processor 跟Based Bank Processor 它本來是 兩顆不同的起屏 當然 以材料來講 因為你看 任何數字乘以1 就很大 你不用跟巴南馬總統的私交 都可以知道這個量很大 那 所以你要知道一個議題是什麼 如果我可以把這兩個處理器 合入為一 變成單一的處理器 好 那讓Android 讓Modern 就是比方說我們講那個 講那個什麼 叫CBMA 或者說那個LT 它可以 它可以 執行在什麼 同一個 硬體上 那就可以接受成本 那哪些公司做的這件事呢 比方說展訊 就是我們這個大陸的一家公司展訊 Spatron 那展訊呢 其實它就是怎樣呢 展訊其實 台灣的朋友可能對展訊比較沒有概念 但其實它對很多公司造成很大的壓力 想說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基本上你可以知道就是說 在這個市場上其實當然有 手機市場是非常 不是競爭的也 是非常血腥 就是血流成河這種血腥 那 所以在展訊來講的話 它雖然是在紫光集團 雖然在紫光集團下 但不代表說它就很順遂 剛好相反 其實它的壓力很大 所以事實上呢 展訊一直在找出入 其中有一個出入呢 就是這個 什麼呢 就是把虛擬化機去用在手機裡面 所以展訊的手機從 從 一年開始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 有些東西我必須不想講錯 這個有些是記憶問題 所以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2011年 那2011年的話 載訊就 打載虛擬化專輯出貨的紀錄 也就是說 它把 Upcand Proceder跟 Baseband 之類 合為一 就是讓上面的 那個Android 或是Modern 當然可能不是Android 可能是其他通用作為系統 跑在 同一個處理器上 那不過這件處理器是講是這個 Matic Core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Matic Core來講的話 是不要說我們講SMP 那SMP是 這是什麼 它是對稱的就是多核 所以事實上呢 你可能有 Core 1 Core 2 Core 3 Core 4 那基本上呢 它這個封裝都在一起 那它對面呢 它有這個 inter-processor-interrupt 叫IPI 那這個可以 這個通訊 但是呢 它裡面的使用呢 是相對是有效率的 為什麽 因為Cache 就等於設計Cache 然後 這個四個Core 先透過Cache 再怎樣 再透過MainBus 然後充足到Baseband 這個資源 可是呢 Cache-processor跟Baseband 真的 往往它用的東西 都完全不同 就是CPU價格完全不同 然後它的Cache 絕對不可能公用 然後呢 它的Bus 又可能這樣 獨立還有Bus 然後它的interrupt 甚至有完全不同的設計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個 這一種機制呢 我們稱為叫 Harvard Consolidation 好 那 它就可以把它這個 把Cache-processor跟Baseband Consolidate 成一個 Multiple S&P的Position 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麽呢 另外一個 第二種類型呢 就是這個第二種類型 好懂 就是說 你在 一款 硬體上 執行兩個作業型 好 那這兩個作業型有什麽搞頭呢 我們想一下 我們想一下剛才搶情境 對吧 你就想像 我左邊跟右邊都是Android 旁邊都這個 左邊跟右邊都是Android 那一個是什麽 私人用的 一個是什麽 公司用的 所以公司用的來講 公司可以全程去監控你的運作 但是只有公司用的部分 那你自己用的還是跑得好好的 那另外一個是什麽呢 另外一個是說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手機要怎麽做掃讀 如果手機都已經中毒了 你在中毒環境下怎麽掃讀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回想到 以前如果用過個人電腦 回到1980年代 1990年代 用過個人電腦的時候 當然有些聽眾 可能沒有經過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為我們中毒的時候 你必須要怎樣 你必須要重開機 切換到一個比較單純的環境 對 這倒是很簡單 如果你已經進入了中毒環境 那不掃讀 那同理 那手機掃讀怎麼辦 手機掃讀是個麻煩的 因為你不能為了掃讀 然後手機有本的功能都不行 對不對 好歹要讓掃讀功能可以停下來 你好歹還可以接近電話 你好歹要保持網路暢通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就是說 如何對一支手機裡面做掃讀 所以往往適量做法 就是像畫面這樣 我就其實有兩個想法 一個是普通系統 一個是怎樣 掃讀功能 它可以去偵測另外一邊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異常狀況 如果有異常狀況 想辦法把它阻擋 那就算 平常用的作業性 已經中毒的非常嚴重 右邊掃讀功能 或者環節用的系統 環節用的系統 就是這樣 它可以把它環節回去 可以做這個phota 分為 over the air 的處理 phota phota或者說 你可以叫它叫做 ota over the air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我們今天講這個 不管是掃讀也好啦 或者說 還原到魚人粉的這個狀態 你手機來講 你往往都不能用什麼開機磁鐵片 當然有些朋友可能沒聽過這個詞 我們去找一下開機磁鐵片 因為手機是很特別的 所以絕大多數的使用者來講 他打開 他上電 就是按覆蓄 所以 但是問題是使用者 又不想說 動態要瞭解 不要說你啊 我自己也是啊 這個 像你說為什麼我現在還在用 這種等級的手機 並不是說我對他有愛 我對他有寫多少時間 不是 不只是因為這件事 那 至少我用這個手機的時候 不用考慮這樣 可以考慮到 那個 惡意程式 那種相對來講 它沒有那麼多支線程式 比較有限 當然我還是需要這種手機 就是偶爾需要受傷網 發發廢紋 這可能是需要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一個很大的一個困難度 就是你要如何做有效的 這個assess control 你要怎麼去保護這個系統的 這個難度會很難 那第三點 第三點比較不好管 就是延續上面一種 就是說我們其實可以執行兩個不同的作業系統 那一個是Android 一個是Windows 那你覺得這有意義嗎 那如果說你把Windows換成 Windows換成線上支付系統 這東西就有意義了 所以事實上 包含很多公司 我們來講一下Netflix Netflix Netflix 它就是在它的這個 Netflix 跟很多印尼廠商合作 那印尼廠商合作的時候 都會有附帶會有要求 比方說 做那種Selibus 那Selibus 就會要求這個廠商 它就要創造這種環境 就像畫面那種環境 還有一個隔離環境 你就想要成一個Headwise 那讓你的Linus也好 Android也好 都通通做一種運作 那另外一邊就是Netflix 專門在做什麼 線上 也就是付費 還有檢查身份 這種運作 它是一個獨立的作業系統 那所以 Android的系統 或者Linus系統 它在播放的時候 其實這樣 需要得到另外一個作業系統 同意 那 換個角度來講 如果使用者惡意 他導力 或者說他去 作業系統風暴 被另外一邊的作業系統 查出來 那這個 推波 這個就是村民 又做這個總管 這就是 因為你在使用這個Netflix的時候 不太甜 也很願 不准做什麼事之類的 很多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不合法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我們剛才講的那些情境 其實都需要頂層 有足夠的技術涵養 足夠的基礎建設 不過我說我們是做不了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手機裡面 要做這個虛擬化技術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從2013年開始 2013年開始 市面上 絕大多數的手機 基本上都內建 虛擬化技術 只是有沒有用 只是 用的程度多廣而已 基本上 從2013年開始 市面上 絕大多數的 這個 我講的當然是智慧型手機 那 絕大多數智慧型手機 或是平板 基本上都內建的訊號技術 這是我們要去 注意的事情 好 那這邊就延續 剛剛講的展訓例子 所以以展訓來講的話 因為它的量很大 然後但是它被很多公司夾殺 就是 當然 跟它比較接近的可能是 烈巴克 然後在什麼高空 三星 這種公司夾殺 所以它的獲利控制 非常之在 所以能夠 其實 如果獲利沒有要增加 如果 銷售量沒有要增加 那個 縮減成本 這個 大概都是 這個 大家都是華人很熟的東西 好 Costdown不可耻 真的 Costdown不可耻 因為 關鍵是我們能做出好的產品 好 那你可以用更低的產品 然後更穩定 做出更穩定的東西 這是算厲害的 好 那所以 以這個展訓來講的話 它的做法是這樣 它就是 它在先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 單一封裝的 這個CPU 那就是 可能是SMP 好 那上面就執行Modern 那Modern GPS GPS UTS 另外就是像Linus 我在Andre 這樣的系統 好 那另外一個例子很有趣 另外一個例子它不是為了省錢 它是為了縮減時間 Motora 當然今天你都快忘記這家公司了 Motora這家公司呢 曾經是 電器 手機的這個霸底 當然 後面的故事可能 可能還有影響 Motora的手機部分先賣給誰 先賣給Google 那Google呢 把好東西抽掉之後呢 又把這個東西賣給誰 賣給聯想 所以現在Motora是 聯想的資產 好 那Motora在2009年 推出一個叫Evoque Evoque這個系統很有趣 Evoque這個系統在做什麼事 我們來看一下Evoque Evoque是這樣 就是說 它裡面用的是Quarkon Quarkon的這個3G的方案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Quarkon 很多人對Quarkon的印象是 聽到它的專利蟑螂之類的 你要這樣講其實也沒什麼錯 但是其實Quarkon這家公司的佈局是很廣 在2000年的時候 Quarkon其實有賣過手機 對你們聽錯 2000年的時候 Quarkon有賣過手機 不過後來 這個手機業務就賣掉了 所以後來 Quarkon就專心做手機晶片 以及手機晶片延伸的那些技術 支撐手機晶片相關的技術 那再來是什麼呢 Quarkon 它當時在推它3G的這個晶片的時候 它推出的東西叫Tonkey 注意到Tonkey這個東西 不是只有Nmk才有 你把它包得完完整整的東西 很多家都會做很好 這個是一個常見的事情 那所以呢 Quarkon的這個Tonkey solution 就是你會想要 Quarkon有什麼 CDR-Made的晶片 當然你也知道 Quarkon這家公司 最主要的晶片就是CDMA 那 Quarkon有一個Dominium叫什麼 叫做CDMA Tag 那叫什麼 CDMA Technology 好 那 所以Quarkon的這個CDMA的晶片 它搭配一些 線源軟體 那這樣的軟體 這個作用叫什麼 叫Blue 就叫Blue 那所以呢 你可以想像說 在Quarkon提供的方案來講的話 就這樣 通訊錄啦 打電話功能啦 你想到手機的功能 基本上都做好了 好 那2009年的時候 那時候Motora為了求新求變 又換了一個新的指令長 從Quarkon來的 那 2009年的那個 Quarkon以前的營運長 跳槽去Motora 那這個營運長就對這個 手機 就是對Motora注心血 就想要大 大肆的這樣搞一番 可是有個大問題 因為那時候Android不太成熟 而且那時候 就是反正那時候 Android系統合體很多 大家有可不可以去翻一下 那個Google的圖片搜尋 找一下早期Android 找什麼樣 好了 真的很醜 不可思議是醜 我記得我2008年在改Android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醜 你說為什麼 我有眼見去改Android 不是有眼見啊 我是覺得好奇 這麼醜的東西 為什麼Google要支持 百事不得其解 面試的時候也 我以前在Google面試的時候 有時候問我 一對說 要不要跟我們一起 還把作業系統 我以前不知道那是什麼作業系統 因為後來知道是Android 嚇死了 這麼醜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Android很不成熟 所以Motora的問題是什麼 要把Android這樣不成熟 都是改到成熟的 很花時間的 但是2009年 Motora很需要一個 Linus-based的一個 Smartphone 因為那時候大家知道Linus 蓄力的風聲 而且Linus上有很多很棒的東西 為什麼要Linus 因為Linus上有瀏覽器 你為什麼要Linus 因為Linus上有一個open source 你為什麼要Linus 因為Linus意味著什麼 open 所以尤其公司要 改造形象的時候 通常都要接纳Linus 好 那問題 Linus上有這麼多好棒的東西 可是問題上 就不能打電話 至少在有機會 Linus上沒辦法打電話 Linus上很多基本功能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當時Motora搞了一件很酷的事情 他的玩法是這樣 他去找一家公司 叫做Open Kernel Lab 你可能會 如果你聽過之前的講座 就能知道 我常常講的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在外國外能界度 也許不是很高 但是他在技術的涵養 是非常是高的 那Open Kernel Lab 他最早是在2006年成立 然後他是由西南威爾斯大學的研究人員 創立的 那後來這家公司在2012年 賣給這個 General Dynamics 那General Dynamics 是 美國 美國的軍火商 對 你沒聽錯 軍火商 所以 Open Kernel Lab 他就跟很多公司合作 方向展訊 還有方向 Motora合作 那 Motora合作是講 就是說 Open Kernel Lab提供一個 hypervisor 這個叫做OKL4 那這個 Hypervisor 讓你可以執行兩個 兩個作業系統 那一個作業系統是執行Linus 就為了跑瀏覽器 為了跑那些 很酷很炫的新玩業人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Blue 就是誇康原本的作業系統 然後問題來了 那畫面怎麼形式 哇這東西才太神奇了 好我們 我們 可能都知道 就是 我們就是 都知道一件事就是 Linus上有的東西叫 Frame Bubble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 它就是緩衝區 那這緩衝區 可以做什麼事 你在裡面寫資料 那螢幕就跟你寫什麼 所以就叫Frame Bubble 那當然 Frame Bubble可能不只一個 還可以切換 還可以疑合 好 那所以 這個 Open Kernel Lab 跟Motora合作 做了一件事 很有創新的事情 太有趣了 那它是做什麼事 因為Blue 它是誇康系統 它很完整 所以它本來就可以打電話 本來就可以集中空虛錄 它把這個畫面 透過什麼 透過Hypervisor IPC 就是 跨越Virtual Machine IPC 然後這樣 把它後面導到 導到Linus那邊處理顯示 那按鍵還是照按 所以使用者來講 它就是怎樣 切換到打電話的應用程式 但是其實 打電話應用程式是 弧度 那它上網的時候 它跑的是什麼 作業系統是什麼 Linus 然後這樣就做顯示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這個就是怎樣 它讓Legacy的收尾可以去做 所以你看到 虛擬化 那這東西賣了多少隻呢 賣了很多隻 我們去查一下 那類似的狀況呢 不只在國度啦 像那個 Sony Ericsson 在09年 也做類似的 那 類似的這個 嘗試 不過後來 隨著Android手機的 這個成熟 Android技術的成熟 基本上 大門公司都不這樣搞了 因為這個 這個文不太累了 好 那另外還有什麼呢 另外就是 Canonical 就是Ubuntu背後的公司Canonical 那之前跟 VMware做一個很有趣的demo 它的demo是這樣 就是你想像一隻手機 一隻手機 好 那我呢 我說什麼事 我就插在一個充電座 一個充電座上 那充電座上呢 它背後有一個 有個Micro HDMI 那這個Micro HDMI 有什麼搞的呢 就是方便公知 有另外一條線 這個東西有沒有搞的 但我插在充電座的時候 手機要充電的時候 因為手機率算有點很強 所以它裡面可以幹嘛 它可以跑 Ubuntu Linux 好 帥氣的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 手機插在你桌上的時候充電 那你就可以用Ubuntu Linux 可以幹嘛 可以搜尋電話 可以來寫Android app 不是啦 就是可以來做一些桌面用的用 因為很多事情還是在桌面 用起來比較爽 比如說進辦公室要打嘴炮 對不對 什麼 行事力 用手機看還太小 能夠要去做一些 遠端桌面這種東西 遠端桌面 手機當然也可以用 但是畫面實在太小 操作起來 不習慣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 它是抽到一個 Signless 一個什麼Handleware 所以很有趣 一個手機裡面 它跑了Android 又跑了什麼 Ubuntu 跑了兩個桌子 但是對手的沒有感覺 插上去的時候 就可以用另外一個 跑Ubuntu 再跑一般桌面 那 後來呢 這個同樣 又是Open Connect 所以你要知道 手機虛擬化的世界裡面 你會常常會看到 Open Connect 或者做一些叫 OK Connect 然後它的產品叫 OKL4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這些詞 那這個東西是在 我想想想說 什麼時候導入的 在2012年 2012年 由神送跟德國電信導入的一個方案 那這個方案是這樣 就是說 像德國電信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有很多企業 它其實它有非常多辦公室 這不足為奇 企業是所有的企業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 它其實它本身就是一個經濟組 那它有非常多辦公室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 有很多外包人員 有很多工作心態也改變了 所以後來有很多公司 比方說 它可能同時有新加坡 有北京 有巴黎 或是有這個 布塞那些辦公室 那這些公司呢 它就做一件事 就是說 它就準備好一個乾乾淨的桌子 好 那 因為你常常 你做一個錄也常常需要開會 那 可能在不同的地區travel 或者去旅行 或者去重新去調整它位置 那所以呢 是讓你 你去辦公室的時候 就有乾淨的桌子 然後它做主事 它就是 你就想要 你去放個 類似放木這樣的東西 才來重新做 然後就開始工作了 然後就開始工作了 這個不是新東西 注意到 這東西什麼年代就有了 這東西1999年就有人做了 這個東西叫什麼鬼的 叫上瑞萬 這個 這個 這個叫 給大家 欣賞一下 就是 很多人都覺得這種 天方也難 其實不是 好 來看一下這個 上瑞萬 它就是 就是說 你可以去問一些 在上Micro工作過的 朋友 或者去看網上一些報告 那你可以講說 這個上Micro 它每個職員 就是它 它就是上班的時候 就是把它的這個識別證 插進什麼 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 就開始做身份電視 是不是你這個人 是不是你打卡 好 然後你中間要去喝茶 或者說你要去上廁所 或者去吃飯 或者是外出 就把這個卡拔掉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所有重要工作 都在哪裡做 所有重要工作 都在師傅上面做 這個小小的盒子 你看這個盒子很小 對不對 就跟你家裡用的 集上的差不多大 那這個小小盒子 只是一個client 好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們剛才看那個畫面 很有趣 有趣點是什麼 這個client 跑在哪裡 其實跑在手機上 跑在另外一個 獨立做一種上 為什麼 為什麼它要獨立 因為它要出一條VPN 然後送到公司的監控 公司不能監控你的個人 地方 Facebook這部道德 對不對 但是公司要監控的是什麼 你進去看完所有的連線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在德國電信 還有這個 Sansom 在2012年 2012年 2013年 就推移這個方案 跟企業簽約 那企業用戶 就可以這樣 因為你常常跑去 所以用這樣的方案 就可以隨時隨地 存取到這個 公司的服務 所以一段的服務 但是自己的地方還是存在 所以這個 我們稱為這個人物 叫Personality 就是這個 盟格化 個性化的東西 就保存下來 那它就可以在一個 Dubais出現 那 同樣這個 這個也是OK For Opturn Code 11 在幾年前做一些電話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不知道這個底下這個 連結還存在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他們其實為了這個 是做了很多調整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 今天的重頭戲 今天的重頭戲 我們想要跟大家看來一下 這個Big Little 好 Big Little 那Big Little的概念是什麼呢 你想一件事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 畫面中 右下方 右下方 你可以看到Big Little 那Big Little很好記 就該大不大 該小的不小 什麼叫該大不大 Big應該是大的 但是小寫 Little應該是小 就是大寫 那Big 畫面中Big 對應到A15 那Little對應到A7 A15跟A7的功耗 可以差四倍 好注意到 這個功耗其實都變動了 然後當然我們要知道 一件事 手機的功耗絕對不是只有CPU 你不能怪那個CPU 什麼聯發科CPU過了 不是啊 很多議題會這個 不是只有CPU 有很多議題要 都要比進去 那我們先做個不精確的 一個對比 A15的功耗是A7的四倍 好 那A15的效能 大概是A7的兩倍 兩倍以上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為了手續效能 考量 你沒事不應該把A15打開 但是A15的手續效能打開 比如說打電動啊 或者說 撒不到嘛 你不要以為 很多使用者都會說 哎唷 我只是上上Facebook 不要懷疑 Facebook很討厭的啊 它會熱的啊 這個東西會熱的 很討厭的 好 好 那所以呢 這個 很多時候的需求是這樣的 它的需求就是 平常呢 本來A7的測試數 A15在某個時候就會出現 好 那這概念簡單就是 平常時候用功耗冰的 那 忙的時候用功耗冰的 這大家都知道 這個測試很簡單 但是不理是實作中的東西 欸你看 就是 這其實就是兩組齊平 我們稱為叫cluster 注意到啊 所以A7不是只有一盒 它可能有兩盒 有可能四盒 所以可能是兩大加兩小 或是四大加四小 那加起來八盒 或加起來四盒這種東西 好 那你有沒有想問一件事 當我在migrate的時候 就是我要把A7關掉 然後呢 把A15打開的時候 或是把A15關掉 再讓A7重新啟動的時候 那這段功能 如果你遇到interval 就中斷進來了 比如網路啦 或者使用者 按那個鍵啦 你說使用者怎麼會犯鍵 使用者就會犯鍵 使用者最愛按鍵的 愛按鍵就按了犯鍵 對吧 你不能限制使用者說 我在migrate的時候不准按按鍵 不行吧 好 那這個過程中 誰來處理中斷 好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task migration 它花的時間 往往都是mini seconds 甚至有可能到秒幾個 使用者是有膽的 所以這migrate的過程中 它不可能順便發生 它不是這樣 這不順便發生不可能 它不是mini seconds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往往我們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特殊軟體 這個軟體的存在呢 就是在攔截中間的中斷 我再講一次 我們針對中斷處理 我們針對例外處理 我們 我們要考慮這個 因為你從A7到A15 A15到A7 我在切換的時候 其實internet會有各式各樣的 這個例外處理 所以我們其實需要一個特殊軟體 專門把這個中斷軟體 其實收下來 然後等A15還是A7開好之後 我再轉包過去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中呢 其實就是需要什麼 虛擬化技術 所以我快速幫大家複習一下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 就是說如果呢 我們只是看畫面中這幾個文字 你有感覺 對 什麼Legacy, software, support, reliable, security, security, workbook, consultation 你沒有感覺 但是如果你去想看那個情境 其實這個東西再自然不過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就像我們剛才講 從2013年開始 就是絕大多數的智慧型手機 或智慧型裝飾機板 都在用內的虛擬化技術 那只是啟用程度不到 那我們等一下 我會再針對這個議題 再詳細跟大家探討這個BIG VT 好 那 這邊是一個情境 我們剛才講的有蠻多的 我們有個東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之前工作的時候在做的 因為我這也不能講 今天很感謝大家參與 因為今天有很多議題 先不能講 不過保密合約 經驗條款已經過去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要知道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是說 因為現在處理器有非常多 就是相對來講 一個裝置 這個手機 我這個手機公司CPU 就有10個核 10個 10個Core 10個Core 你要怎麼有效去使用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 我們會需要一些比較進階的技巧 比如說 像剛才今天講的BIG VT 需要的時候才打開 不需要就把關掉 那另外又是什麼呢 是說 我處理器可以降低 那處理器既然可以降低 我有沒有辦法說 我 追蹤 有效去追蹤 然後呢 我怎樣 依據應用程式的形態 我去調整出一個最佳的組合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做得太難了 因為過去這種 來講的話 你如果沒有一個專門的一個 就像你跑步一樣 你跑步 對 你要一邊玩比賽跑 一邊測量自己 就花多少時間 這很難 對 你跑的時候按那個碼表 到結束按那個碼表 你會飄動 那時間飄動 隨便就一兩秒間 但是 你轉跑為什麼要續練 因為勝負往往就是一秒 或是零點幾秒 就分勝負 對 你要衝到爆發力 所以你不可能自己去按碼表 這個問題 遇到這種事情 遇到這種效能 跟行為上分析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 其實最好就是 有另外一個座位去分析 所以像我以前做產品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 跟我去做 還是一樣跑 Android 然後另外一個系統 好 簡化過Linux 主要我們去分析另外Linux 的狀況 好 甚至我可以創造一些極端Case 叫做 那麼這樣 那麼這個 那麼工作負債 然後去看 就是說工作負債 然後去看他的行為 或是說我去分析 這個時候就怎樣 平常都不會用這個程式的 然後我把這個習慣記錄下來 那我之後呢 我重開機 或者我進入一個 可以系統可以調整的階段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相關的實力 把它套入進去 那所以這種東西其實 已經實至有緣 注意到我剛剛講到現在 從來都沒有什麼新技術 這已經出現了 好 注意到這部同學什麼時候出現了 這部同學是2011年 只是有些案例我當時不能講 那時候在中語言演講的時候 我現在過了五年終於可以講 所以這個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這些技術早就發生 好 而且 已經有非常可觀的錯誤量 所以接下來我們去想 我們對這個案的這個虛擬化 其實我們 我們應該要抱持哪些 態度 觀點 去理解它 這是接下來我們去分析的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到 休息到 兩棟五分 那如果說你有問題的話呢 請你利用這個討論區 留言 當然 最好是相關問題啦 如果 有點關係的也好 休息到兩棟五分 好 那我們繼續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議題是 UN的虛擬化結束 就是怎麼去實現 以及 它背後需要的背景指示 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事情 那在電腦科學裡面的一句名言 這個名言很有趣 這個出處其實很多啦 其實我只是找其中一個 這個 規則的說法 那規則說過一句很經典化 所有在電腦科學裡面遇到的問題 它可以引入另外一層 就是一個間接層 間接處理的機制 像我今天講的那些虛擬化 其實它就是一個什麼 INDIRETION的一個表示 像剛才遇到 比如說 那個什麼 這個 希望手機呢 可以這樣 手機可以又省電 又可以 用很強大的功能 又希望怎樣 上面的應用程式沒有感覺 應用程式開發者 不用感覺到這種事情 怎麼辦 好 我們就引入一個什麼 引入HyperWise 怎麼來做這件事 做什麼 用程式沒有感覺 因為它就是 它就認為說它好像跑得好好的 只是它被 他被 MICLE到另外一個Core上面 那 這個程式也沒有感覺到 因為另外一個Core 的確跑起來 行為 真的是一模一樣 只是比較慢一點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前面講的訊號器 它就是一個什麼 INDIRETION 好 那這個是Virtual Machine的分類 這個是從這個 很知名的教科書 拿出來的這個Core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很關鍵的議題 我們現在定一個詞 這個叫VNN VNN呢 這個詞 我們稱為 這個全名叫什麼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所以當中叫M 是叫Monitor 然後呢 在1952年的 1950年代 1950年代的話 當時作業系統呢 我們也不叫做Operating System Kernel 甚至那個時候 Operating System這個詞呢 其實這樣 不是很廣泛使用 所以那時候比較常出現的詞是什麼 叫做Monitor 那Monitor Monitor Monitor很要呢 就Monitor上面的程式 或者上面要執行的任務 Monitor 所以那時候其實 Operating System Kernel這個詞 其實那個詞還不常見 甚至連Operating System都不常見 那時候比較常見的詞是Monitor 好 那虛擬化很有趣 事實上呢 很多人會覺得 到底是先有虛擬化技術 還是先有OS 其實很有趣 你可以去查一些文獻 至少我查到文獻 指出來 虛擬化技術跟作業系統發生的 開發的時間其實差不多的 那當然 以個人電腦的世界 就覺得很奇怪 個人電腦一開始就有作業系統 比如說1981年 就什麼 就DOS 咱們的故事嘛 Microsoft DOS 其實 DOS不是只有Microsoft發表的 其實很早 像Apple就有Apple DOS Apple DOS 什麼時候就有 1976年就有 1976年1977就有Apple DOS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很多公司都有那個DOS 但是Microsoft厲害的地方 它創造出 好像DOS只有Microsoft的友誼 其實那個世界有一堆DOS 連我們台灣 連我們交代 我今天在交代 所以就要講我們交代 連交代都有自己開發出DOS 供應鏈都有 所以那個年代 其實有一大堆DOS 那以個人電腦來講的話 當然是現有作業系統 然後虛擬化技術 可能到90年代末期才能出來 可是 在電腦科學 電腦的發展其實很有趣 所以 有人說 電腦科學不是科學 我認同這個觀點 就是 雖然資工系都叫做 Compute Science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這個東西 但是 我為什麼認同說 說 電腦科學不是科學 你想 很多科學 真正的科學 像什麼真正的科學 化學 物語 對不對 它當然是有理論 有想法 然後幹嘛 左手去做 然後去 去實踐它的想法 然後呢 擴展出這個產業 可是電腦很奇怪 電腦是先用需求的 其實電腦一開始都沒有理論 你說阿波羅計畫 阿波羅計畫 如果你看那些紀錄片 那你會發現很有趣 那個時候 大家做一些 做什麼事都搞不清楚 所以那時候 大家就有目標 這個 甘萊特總統說的 他在1960年說的 我們在1960年代 讓人類 可以這樣 登陸 登陸 登陸夜窮 而且安全回來 所以安全回來很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重要嗎 因為有嫦娥 如果說沒有安全回來的話 那個中國一定是怎樣 世界上第一個 讓人 可以拿動物 可以到月球的這個國家 對不對 因為有 有什麼 武剛法貴 有沒有 有嫦娥奔月 還有玉兔倒藥 哇靠 這個太厲害 男人女人 連蟲都有 造燒害 一定天在那邊 衝到一個世界 這些人不會回來 離開中國 就不想回來 這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問題 人走了就不想回來 所以美國還特別講 登陸 基本還可以回到地球 所以 以當時來講話 其實沒有所謂的什麼 其實那時候沒有所謂的科學 都是一開始做明確的工程 就是要登陸 那乳環體陰體什麼鬼 就要一會兒就怎樣把它做完 然後遇到什麼困難 就要不要想去解決 所以 反正科學什麼時候才發生 解決這麼多工程問題才有科學 而不是先有科學 才出現這個 所以 這個是一個比較尷尬的一題 好 所以 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這邊列出來 這邊你可以查一下 就是說 這兩個人 實在訊化技術 辦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們在1960年代 把他們50年代所做的那些實驗 他們在IBM所做的那些實驗 把它整理出來 他就定義的東西叫VMN 所以VMN是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在一台電腦上面 可以執行好幾套作用 所以我需要一個Virtual Machine 的Monitor 這個叫VMN 去管理 去做一個中介層 去管理上面的這個Voice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 好 那又到講故事的時間了 最早商業化成功的案例 就是這個VM360 VM360還是370 這個在1960年代就出現了 那一直到今天 還有很多銀行 還在用這種VM360 VM360 VM360 然後在各種電腦比較知名的 案例就是VMware 注意到VMware 絕對不是最早出現的 其實個人電腦領域 在1980年代就有 VMware 它之所以出現有很多原因 它出現時間點不對 而且它最後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副爸爸 它副爸爸是誰 Intel 那所以 因為我也是在90年代末期 或者去打成功 但是其實 在個人電腦裡面 其實80年代就有了 然後這裡面有非常多公司 可能VMS VMware 不過很多公司都不見了 那裡面很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這邊列出來的很多軟體公司 經常它都是做 ARTOS 就是Newer Time Approving System 即時作業系統的公司 所以你會發現很好玩 就是搞即時的人 搞即時系統的人 我們 遇到一個 發展到一個 階段之後 就會去搞虛擬化 那這個包含我自己也是這樣 那 裡面我有參與的專頁 就後面這兩個 XVisor跟CodeRio 那這 這 這 這底下 用那個初體制標 就是有Source Code 那上面也有 只是有些東西沒有做完 那BSD其實還不然是做得還不錯 也可以去做參考 那 為什麼不太講呢 因為我不知道這部分是場面 那 那 所以 這幾個實作 這幾個實作來講 不管是 Open Source也好 商業化的 也好 基本上它的概念就一樣 它做一個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去管理 它上面要支持 OS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 就是說 其實這個概念其實在 Virtual Machine System 出現很久了 在 21年前 21年前就是 1996年的時候 1996年的時候 這個 墨西哥州立大學的 這個教授 搞了一個東西叫 RT Linus RT Linus RT Linus是什麼 就是在21年前 那時候 Linus還有很多限制 所以Linus要達到這個 Hardware Time 就是那種 運輯池 沒有能力 因為Linus 太多限制 過分 但是 那時候大家還是想到Linus Linus Linus 有豐富的程式 所以最大 你看到 你這個系統有很多限制的關係 讓人家覺得 就是這樣 有朝氣的 有豐富的程式資源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當時RT Linus 的玩法是這樣 他把Linus掏空 他搞一個 Michael Kernel 一個Hypervisor 把Linus掏空 所以Linus 就變成底下 那個作業系統的一個 Task 最低優先權的Task 所以為什麼 他可以拿到Hardware Time 因為底下 他們自己做了一個 OS Linus 叫RT Core 是這樣 是一個Hardware Time的OS 那Linus修改成 只是RT Core 上面的一個 一個任務 那當然類似的技巧 有很多地方用到 什麼Zenomail 那個S-chain 那些東西 都在用 那不然說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查一下 我有做一個發覺 叫做RT Max 那RT Max 雖然 Google搜尋結果很少 但是這個 這個專案有趣 但是我現在不能跟你講 它有趣在哪裡 自己去查一下警報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它其實已經用在一些 供應用的領域 那 有可能 注意到 我跟你講 有可能會用在 會飛的問題上 對不對 就是那個 什麼 Air 跑出一個什麼 什麼巴士 這些東西 然後去查一下 好 那所以這個 這個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它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 那Linus可以做到什麼 這是 open source的專案 我們在 今年會針對RT Max 發出一個新版本 到時候 我們會有些直播 一些相關的一些 一些 所以你要知道一些是 Virtualization 其實是這樣 它是非常 常見的一個 一個手法 其實它沒有什麼特別的 只是說 乍聽起來就是 很酷很炫 都覺得毛毛的對不對 對不對 很酷很炫 但是覺得跟它有距離 就跟blockchain一樣 我們以後有機會 跟大家來參考一下blockchain 其實 叫我自己 因為去年有人 開始找我說blockchain 但是我都沒有概念 我說blockchain 快來幹嘛 這個金融呢 我不懂 那個 這個 這個後面的數學 我也不懂 然後我就去一堆的 找我做blockchain 然後去年 開始花時間想 我原來這個 找我做blockchain 是因為 裡面有需要 裡面竟然有跟 always有關 那裡面還跟什麼 就像我做blockchain 理程的話 跟作業系統 跟compile 跟虛擬機器 還跟什麼東西有關 跟security 就是一些 安全防範的基地 這個都是我的興趣 然後 最酷的地方 最重要是 blockchain跟什麼 跟它的這個 protocol的設計 有很大的關聯 就是比成了 那我覺得很好玩 所以後來就 今天花很多時間 在搞blockchain 然後就交流 所以 以hypervice來講的話 基本上分兩個 兩個這個 就虛擬的話 就是分兩個形式 一個叫type1 一個叫type2 注意到這個type1 跟type2不是那麼 然後B的分別 它有點像男生跟女生 就是有些人會借你中間 那有時候 有些人有時候會當男的 有時候會當女的 看他開心 看他的需求 看他的認同 不要說開心 認同 所以虛擬機器有類似的狀況 虛擬的話 基本上分type1 和type2 但是它有時候距離 沒有那麼遙遠 type1很好理解 就是說 它是個VN 或者hypervice 就是這樣 就是把實體硬體跟上面的 OS 我稱為GasOS 把它隔離開來 這個東西叫做 就是type1 那如果呢 另外一種形式是說 如果我啟動系統的時候 我先啟動的通用作業 我叫Linux 我先把通用的作業器 我啟動起來 然後呢 再跑一個 Virtual Machine 或者Virtual Machine 去控管它上面的這個 GasOS 那我衝一下type2 那type1的例子 就像那個 就像Zen 那type2的例子 就像KEn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這件事情慢慢模糊化 怎麼說呢 好 這件事很好玩 以type1來講的話 你發現一件事是什麼 那type1的那個 divine driver 怎麼辦 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type1的divine driver 怎麼辦 Windows 跟Linux 它都要存取硬體的時候怎麼辦 誰來打交道 所以譬如說 裡面的hypervice 以type1來講的話 要考慮的硬體非常多 我說螢幕大家都想要更新螢幕 從網路上取得封包 發生封包 所以我開始寫起來 那 所以 EM2來講 它可能要設有一個機制 某個GasOS 它可以使用網路 另外一個不能使用 或者說 我有一個Modipressor 把它很合成起來 所以為什麼 你看那個誇張 RPMux 這個Modipressor 把它合成起來 所以其實這會導致一個很大問題 如果說 如果說 左邊跟右邊都考慮的是的話 那 依然會變得很複雜 所以後來一個很好 很有趣的玩法 後來也就有玩法 像Zen的話 它也可以考慮有點像這樣 就是這樣 它有部分的元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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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動用 那這件事呢 就是說 它把共用元件先把它開起來 然後再把 開口袋子啟動起來 所以先開一個 這樣共用的一個 通用作業系統 那所以 你上面 不管是買GasOS 要存取的時候 你就可以 存取到 那一個 通用作業系統上 那 同理 在KV來講的話 為了效能 因為一般來說 Type-II來說 效能比較差 因為它不能直接 存取效應 那 Type-II為了感受效能 它乾脆啟動一個 特別的系統 這個特別系統可以幹嘛 可以讓GasOS 直接存取到 這樣效能更好 所以 你發現 Type-II跟Type-II 它的界線慢慢保護 但是所以 我們一般怎麼區分呢 一般來說 就是說 先啟動C 如果是先啟動 通用作業系統 不重要 Type-II 那如果說 你不需要 先啟動 通用作業系統的話 就是一般的分法 那 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 這個是在 1960代 剛剛前面說 講過這個IBM IBM已經就有提出了 一個觀點 就是說 要什麼樣的狀況 才能夠讓你去實作出 虛擬化 就是說虛擬化 還有哪個條件 那底下這個 有句話超酷的 它跟這個 叫做 如果所有的 Sensitive Instruction 可以 那VM就做出來 這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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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點懸 那請你看一下資料 我們應該來不理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示意圖 來講幾個議題 那這邊講的例子 是 IA3的 就是Intel 架構的 X86 30mm 那個版本 來做示範 那我們 那 在那個 X86 就 我們講 講簡單一點 叫做IA32 在IA32上 它的 assess control 是 Rune 裡面那層叫Rune0 那外面也叫Rune1 然後Rune2 那基本上數字越小 權限越大 注意到 數字越小 有能夠做的 等級 越高 好 所以Rune0 你看 我們這個做法是這樣 在裡面做一個 Verture Machine Monitor 它的Rune0 所以它變大 等級非常高 那GasOS 它就做了Rune1 那GasOS 那這邊當然是講 GasOS 核心的部分 那如果GasOS 上原本應用成怎麼辦 就跑到這個 這個Rune3 所以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 這個等級 等級是什麼 就是這個 EA 最高等級 那一般的成果 跑到最低等級 那如果 沒有 Verture Machine 那 一般的作業線 我們比方說Linus 它跑在哪個等級層 跑到Rune0 然後在I3跟Rune3 所以Rune0 跑Linus 然後Rune3 跑一般的程式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天進來之後 我就把GasOS 往上推 也就是它等級去下降 它往 從那個等級高的Rune2 推到Rune1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你大概可以理解這件事 比如說 這邊涉及到這個Privilege 可以試這樣子量 就是說 一定要有些 印刷球可以量 它的等級可以被改變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 另外一個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 左邊那個方式 看起來是OK的 但是它的代價其實很大 所以你看到 像GasOS 它如果要存取硬體 它要先 通報V&A 當過兵的 朋友都知道 你做事都要幹嘛 要足及回報 比方說 你一個菜 菜皮疤的小兵 對不對 你要跟誰報備呢 有一些跟 跟誰報備 牌長 那牌長報備 那牌長通常也是小 也是等級很小的 因為有可能是EU的那個 那個軍官 就是最低等級的軍官 所以他其實也不能做出 他不能做出 他就跟 跟那個 誒 忘記搬哪一牌了 那就跟他不一樣了 反正就是那個 排長 班長 連長 好對 所以你要先跟班長報備 然後再跟排長報備 排長 再跟那個 連長報備 所以這足及回報就是怎樣 像這個 就 成本比較大 所以有另外一種做法是這樣的 既然 存取地體資源要繞路多路 我能不能直接修改做一種 注意到這個PAL是這個 拉丁文的意思 這個PAL這個字 在拉丁文就是一半 或是那種 像那種 爬蟲類 爬蟲類不是會那種 體型不是會變換嗎 比方說它顏色 小時候跟成年的時候 那個成蟲的狀態 和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講這個蛻變的功能 叫PAL 就是這個 這個 一半的意思 那所以這個做法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可能 直接讓什麼 GasOS去修改 注意到 我們直接去修改GasOS 那 GasOS修改之後 讓它 比方說存取硬體的時候 可以直接存取硬體 那有些需要資源分享 或是跟其他GasOS分享的時候 我就透過這個 Virtualization Layer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它的效率就更高 所以前面講到這個 OKL4 OKL4 就是OpenCMLEG 它的OKL4 它是什麼樣的基礎 它屬於中間這個 PAL的Virtualization 那如果你去看那個 OKL4 它的網站 它會講說 它的出貨量 有15億的單位 為什麼15億的單位 這倒極簡單 因為QUACCOM 就用這個技術 所以QUACCOM的手 晶片賣了多少個單位 內建QUACCOM晶片的手 晶片賣了多少個單位 這個OKL4的技術 OKL4的作業系統 OKL4的PAL的Virtualization 這個東西 就用了多少套 這是一樣的概念 好 那因為左邊跟右邊 左邊跟中間的這兩個 就是Virtualization 跟PAL的Virtualization 它其實都有一點代價 當然PAL的Virtualization 效能是很好的 所以翻譯說我們這個 以前我們搞的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CodeZero 這個一定要講 CodeZero 你可能在別的地方不會聽到 就是為什麼要講 因為我有差距 這件事很重要 然後身為CodeZero 早期的開發者 所以我一定要講一下CodeZero 那CodeZero上面 它其實就是屬於這種 PAL的Virtualization 那不管是PAL的Virtualization 或是Virtual PAL的Virtualization 基本上它都有很大的代價 效能非常代價 基本上PAL的Virtualization 中間這個 它的PAL大概可以降到百字五 就是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大概是百字五 但是它的變動很大 有些Case會只有百字五 有些Case甚至可以刷到百字一 但是有些Case可能會Slow down 可能會到百字五十 它變化很大 但某些Case還會變化 這神奇的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看我CodeZero 看我CodeZero有那種感動 對 怕你不看我自己 不過說你給你看 這個 我實在是做得超棒的 對不對 不是自炊制的 不是 這裡面人的東西可以去思考 好 所以這個歡迎 歡迎來教我一下 那我們在今年暑假 壓力很大 今年暑假快點快點快發生 好了 應該說今年年底之前 今年年底之前我們會發展一個 發布一個新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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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CodeZero是有點關係的 好 那 因為呢 不管是 用哪一個方式去切入 基本上 純粹軟體的方案 其實都是效率是很差的 所以 事實上後來有東西叫 highway assistive mutualization 就是說 硬體上提供一些指令 那這些指令可以加速的操作 那基本上哪些東西是 很關鍵的 第一個就是 CPU的操作 因為CPU的操作 要投入到這個 基本上講的 privilege 就是說 其實我要讓 讓 讓sensitive可以 有這個privilege 就是 所以 事實上 privilege加 被動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它可以被賦予等級 以前做一件事 比方說加把 或者以前做什麼 切換記憶體 比方說你要把記憶體清掉 如果它有等級 什麼等級 就是你要切頂 我也要切個記憶體 誰有什麼 誰有優先權 誰有什麼 有這個等級 優先權跟等級不一樣 優先權跟等級不一樣 優先權就是這樣 hority 對 誰可以先坐 誰可以先上車 誰要候股票 啊不 這個兩個多個 這個意思很爛 那所以就是說privilege 在講的是 誰能 誰不能 所以 其實這個virtualization 其實很關鍵的地方是 我CPU指鏈必須要能夠受益 誰能 誰不能 那這種東西呢 其實CPU的指鏈 其實它就是這樣 它的語意 我們稱為stimachus 就要改變了 那另外的東西是什麼 另外的東西 機體 因為我知道我們要做機體的這個 切割重新配置 其實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代價 那所以其實讓 虛擬化技術來說的話 如果要做Hardware Assistive Virtualization的話 第一個是先做CPU Virtualization 第一代先做這個 第二代做Virtualization 第三代做什麼 做這個Device Io的這個 Virtualization 所以基本上你會看到 Email的VPB VPX MVL類似的技術 都在做這件事情 那不然 UMP做這件事呢 也有 只是說UMP做這件事 有一件很酷的地方 因為UMP比較不敢做 所以可以集大成 好注意到這張圖 這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你不看底下的VNN 不看底下VNN 你發現這上面 跟原本的Linux 跟Windows 跟Linux一樣 跟Windows一樣 跟一般的追求之前 是沒有一樣的 對 也就是說 Forex的執行代 是吧 Gase-Forex執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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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BNN在这个架构下其实它本质上它对应的东西是什么 它其实是负拼 也就是说它比利用的等级更高 所以这个切换 注意到这个切换是由硬体去切换 硬体去处理 它跟这个这样图 不要跟左边跟右边搞错了 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硬体给你不同的等级 硬体给你不同等级 但是所有的e section 所有的e section handle 都要由软体处理 但是一旦我把这个VNN翻过来说 这件事像是CPU像是memory 但是e section 其实很大笔是由硬体去处理的 所以要搞懂这两个差异 绝对不是把这张图往下推 然后就说叫in highway assistive 而是它能够让你做到 full 我觉得来这些 而且可以针对前面讲的那些什么 sensitive infrastructure 可以用硬体机制去处理 注意到这个东西 那当然除了 CPU 我们刚才讲的东西是CPU 最大的东西是CPU 还没讲到这里 那除了CPU以外 其实很多东西要处理 那还有什么 Memory Io 那这些花的时间 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比方说呢 用Windows打开那个 什么装置管理员 你会看到很多这种不同的装置 那如果说你在虚拟环境 比较多 不会去Bugs 或是那个 VMware 那你里面跑Windows 那你打开那个装置管理员 那你会看到很多装置 那这些装置有什么 有这个 VN Hand 有这个 虚拟机器 就是所提供的 好 那 呃 这份投影片呢 的着力点是在 因为这份投影片是讲2011年 那 在我那时候因为工作有接触到 On9 就是OnV4 OnV5的议题 所以我花一点片子来讲 不过以今天的观点 就是从这份投影片 过了很深深的调 今天几年 这个2011 2011年到现在了 那所以过了真的 2012年到现在 2012年 希望这个东西能够讲到 2012年 之前讲的时候提到了 好 那早期呢 On的 就是在OnV7 A之前 那如果你要做虚拟的话 很麻烦 你要针对这种Sensitivity 把它找出来 要找出来 要额外去处理 真的麻烦 要去改一些 是不是 真的非常麻烦 那但是OnV7 A出来之后呢 就差很大 OnV7 A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用很 效量的做法 很有效用的做法 来做到 好 那我们前面讲话 那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些Sensitivity 我们要去改启它的行为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东西 其实硬体需要一些支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硬体来讲的话 比方说Codex A15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A15跟A7 算编号看起来差异很大 但是它的 以ISA的层起来讲 是完完全相同的 也就是说 A7的程式 Migrate到A15 或是A15的程式 Migrate到A7 它是Binary 它的Instruction 或是CPU的模式来讲 都是完完全相同的 然后呢 ON呢 为了要实作这个 加速这个 就是做这个Hardware Assisting Virtualization 然后去搞一个东西 HIP Mall 新增一个模式 新增一个特权模式 叫做HIP Mall HIP Mall 对应到前面看得到 在哪里 它就在 在这里 提到 在这里 那注意到 这边0123 是因为什么 i32这样的标 那ON呢 它的术语不是这样 但是概念是相似的 嗯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那 如果呢 没有硬体的资源的话 基本上有两种方案可以做 一个叫 Final Translation 像Binary 它们最早早期做的方式 那 另外一个方式叫Hypercode 就是把那些 那些有问题的指定 都把它换成系统部教 那它相对下 实作比较容易 这个最知名的案例就是Zen 好 但是 Cortex A15 出来之后 或是Cortex A7 出来之后 注意到 A15跟A7 它推出的时间是相似的 所以我们把它讲在一起 Cortex A15 出来之后呢 不管是Binary Translation 跟Hypercode 它的使用范围就大幅缩点 不是没有用 还是有用 这个有时候我们还是改型指定 还是需要的 但是这两个东西的需求量就低不了 所以我们先上这一段 好 那我们接着我们要讲另外的专案叫XVisor 你说XVisor没听过 对 那为什么要讲 因为我有参与 这够了吧 好 这个XVisor这个专案很有趣 它主要的开发主是一个印度朋友 那我为什么跟它搭上线文想一下 就很难 就这样我有一天无聊逛Github 其实Github真是有趣的地方好了 就没事多逛Github吧 那 其实蛮有趣的啊 那我就 就没事就打开Github吧 然后看一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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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同事啊 诶 两分钟前有在工作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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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以前做的滑爵竟然還有人自大 太感動了 我看一下有沒有 就是刷一下存在感 就是有時候bhub就這樣 刷一下 哎呦竟然有60個按讚 我太感動了 你還不敢按 對不對 那在帕比講 還不敢按 對 那所以這個 而且這邊 也不知道哪裡來了 很好玩 那有時候看到這種名字 什麼 Chumaco 對不對 該不是 這個該不是又是什麼 又神奇的那個俄羅斯人 好 那所以有時候你就是在裡面看到一些有趣的專案 然後反正我就在逛 那逛的時候呢就發現什麼 X-Visor 這個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逛到了 那這個東西呢就讓我 這個東西又去 為什麼 它是一個Type-1的Hypervisor 那它主要的訴求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非常精簡的 它其實第一代的Hypervisor超精簡 大概就是大概300多K就做出來了 你可能沒有概念 那 但是這個X-Visor 竟然只要300K就可以做 那時候覺得驚為天人 所以我就 興高產業去研究它 但是發現它不會動 所以就是跟那個X-Visor 開發的合作 然後去排除一些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X-Visor 那看X-Visor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 底下 底下 底下有這個X-Visor為例探討驗化技術 那點下 那點下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我們成大同學整理的這個文件 那這個文件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 又有三年沒有更新的 所以這個 有些東西已經錯了 已經過時了 所以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幫忙修一下 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的話 可以 至少來討論一下 好 那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份投影片 這份報告做什麼事情 這份報告就是 我們剛才投影片講的東西 把它比較清楚的講過一次 就是說 實際的運用之類的 就是 所以 我還有一些補充的資訊 比如說SMP 這個Trust Zone之類的 那些議題 包括Pype1的 好 那所以今天講的這個 剛才講的議題其實都有出現 而且今天還有附一些 那個連結 那不會裡面有些格式 因為我們之前轉換盤單格式說 已經錯誤了 所以就 可以用好輕鬆修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X-Wider 好 那講X-Wider之前 我們還是要 講一下這個 UN的一些指令 我們剛才 投影片跳過的東西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嗯 因為 Hypervisor 它會 就是 應該說整整體來講虛擬化 我為了要實現虛擬化 我 我讓原本 比方說那個Ring Zero 往下降 你知道 你看到我的手勢 我的手勢是往上 但是我要說等級往下降 我把它推到 什麼 從Ring Zero 推到Ring One 當然等級是往下降 所以就要注意到 就是這樣 往下降 好 往下降 降到Ring One 那 這會導致什麼 有些指令 它的行為改變 像UN的話 有MCR 跟MRC 那MCR 跟MRC 在處理什麼 在跟Corpus的溝通 那這些一定是最高等級 才能夠存取 一般的使用者等級 是不能完整存取的 一般的使用者等級 可能是只能閱讀 閱讀其中某幾個 某幾個欄位 那不能去改變它的定值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需要最高等級 才能夠做 那如果說你把它改的話 就會長得異常 那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有些指令 在這個User Mode 不用 比方說MXR跟MX 這個是改變什麼 特殊佔據器 那特殊佔據器 我是存取在User Mode 沒有作用 你怎麼改就是 只是喊著叫破侯儂 那個也不會 破侯儂我不來救你 那就是破侯儂的悲劇 好 那這個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這個User Mode 那有些Corp 在User Mode 只會遇到 不可預期的狀況 就像這個 那反 在這個 這個東西 一般來講 這一段指令 一般來說是寫在ISR 寫在這個柯儂裡面 如果這個段Corp 寫在User Mode 有一個大問題 那你覺得 我根本不知道會挑戰哪去 因為 之前狀況可能會痛 那再來是這個 剛才講這個 SENSORTIVE INSTRUC 那中文翻證 叫敏感指令 所以你可以發現 SENSORTIVE INSTRUC 有非常多 所以怎麼辦 我要把它改寫 所以你看 過去 沒有HARWEG ASSIST 的話 你要改寫這個刷 所以 你會發現 為什麼做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為什麼做 做一些什麼人 做坎派人 做Virtual Machine 很多時候都投票了 好吧 你看我 我可能是三個多數 為什麼 因為 這就是父母系的需求 所以為什麼你要研究 系統玩具 你想一想 為什麼大學教育 你如果認真看 我們大學的課表 資工系的課表 你會發現一個好玩的地方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課 你就算是三分之一好了 三分之一課是數學 然後 五分之一的課是什麼 是硬體 真的跟軟體有關的 其實你算算 才三分之一不到 你們覺得大家覺得 課表很奇怪 不是 資工不是寫軟體嗎 為什麼真的跟軟體有關的課 怎麼只有三分之一不到 你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這不奇怪 想想 為什麼 因為軟體你隨時都可以寫 你打開很多課都可以寫 但是硬體的東西 或者這種需要深度思考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樣 你需要高度整對不對 你要從基酸力組織結構 你要從數位的課題 你要從肯拍 要從偶爾思考 一口去搞懂 才有辦法做出這樣 所以不管是透過這個 Binary Translation 還可以扣 多多少少都會 膽拍有關 那我們今天要特別講的地方 是這個地方 硬體技術部分 所以就是說 一體層次怎麼做到認識 所以我們先把它切回來 我切回來到這邊 投影片 所以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把這個Syscode 當下 就是跟你講說 我怎麼去改寫 用Python去改寫 你可以對照PentaCore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 它就是 不過 像R這樣的Risk 其實相對好改 因為它那個 藍位都固定了 那X86這種東西 討厭了 它就是病動長度的 所以那個Venware 有很多專利 那個專利你都很認真去看 就是啟動Venware 什麼時候會想說 哎呦 這不是美國專利保護的 那一條兩條三條四條五條 我現在看了 那就有出於八條了 那你看到 不對那個Pattern 那其實你會發現 裡面有幾個Pattern 是很無聊的 因為Intel那個直接是變動的 所以它們早上就可以 很有效率去變動程度的 證明改寫 好 所以我們回來回顧一下 一個真正的Hypervice 它需要什麼層級呢 有三大層級 CPU Memory Device And I-O 所以就要 Device跟I-O 把那一起 那這是三大層級 所以要去解決 所以事實上 你要考慮的問題 真的是要做 那換個角度講 其實開發Hypervice 其實真的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學習方法 學習方法 學習方法 對東西順著 理解 你最感動 開發 還不懷舍 所以 請等待一下我們今年要發展 東西 不過你可以先看那個RT Max 怕你忘記了 再幫你自己RT Max 對 我覺得這名字取得很好 好 那 這個 好 接著我們來思考一個議題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 我們跳脫CPU之後 假設你對CPU有概念之後 下個認真問題是什麼 真實實驗 除了CPU以外的東西太多了 Memory要考慮到什麼 Page Table 周邊要考慮到什麼 英特化控制 你想解釋 你知道 我虛擬化 虛擬化 虛擬化 原本CPU做一個 我虛擬化成兩個CPU 對 虛擬化成兩個CPU 對 然後兩個OA 去講OA配對 就不行啊 請問中斷發行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使用者 下鍵 不是 使用者講 按下鍵 那使用者在按下鍵之後 那請問這件事怎麼做 我這個 按下鍵這件事 按了往下鍵這件事 要傳遞給誰 這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 就涉及到什麼 英特化的發送 發 發配 跟配的問題 我們稱為叫做 英特拉的一個 英特拉的一個 那個 那個 要怎麼去分發 因為有些CPU 有些CPU 虛擬CPU 或者有些Gas 不要處理 那有些是專門處理 好 再轉發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呢 這個我們現在講這個 Memory Virtualization 好 那這個是決定 決定什麼 決定 一個Hyper-wise 就是用Virtual Machine的效能 可用性的用 非常大的關鍵 好 那你可以看到中 畫面中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有些剛剛是吧 那實體記憶體在哪裡 就底下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事啊 就是塵色 塵色這個樣子 實體記憶體 那你知道 Physical memory 跟那個Virtual memory 轉換是誰的工作 這就是MMU的工作 那MMU要做Memory Translation MMU要做Memory Perfection 那MMU要做Partition 就是說它每一個 每一個單位都可以設定不同 不同的存取的權限 那可以對應到不同的裝 對應到不同的裝置 對應到不同的裝置 那個叫做Memory Map Io 這個是在傳統的MMU要做的行為 可是 如果我們去考慮到虛擬機器的時候 這就麻煩了 你看到 虛擬機器比方說左邊跟右邊都是Linux 那Linux來講 他Linux會認為 他操作對象是什麼 他操作對象是一個 Physical memory 那 對上面的程式來講 他的Process也好 他們認為說他存取的對象是什麼 他是一個Virtual memory 所以你要把Virtual memory跟Physical memory做轉換 這個就是一個 你虛擬的Memory就要做的事情 可是 這個跟他說為什麼還要再轉換一次 對不對 比如說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Virtual memory1跟2有可能這樣 有些記憶體是這樣 有可能共用的 比方說 比如說 前面講到那個Flybubbery之類 我顯示的地方要共用 所以我有些東西要共用 所以要把Mate做同樣的 那其他有些地方就是這樣 不共用的 各式分開的 所以這就是設計道理 就是你要做兩次Memory Translation 你有腦袋想知道 這個會不會嗎 廢話到了嗎 就算只做一次Memory Translation 為了加速這件事 我以前做了什麼 我以前做TLB 那這個問題顯然不是 加一個TLB就會變快 顯然不是 因為它變嚴札多了 對吧 所以事實上 我們其實設計的問題是非常複雜 你需要兩次Memory Translation 所以第二代的虛擬化技術 第二代的硬體 加速的虛擬化技術 基本上都是這樣 會花很多心思 在處理什麼 Memory 就會出來這一處 所以可以看到 第二代 所以Intel的VT 跟Codex的A15 基本上花了很多心思 在處理Memory 好 處理Memory之後 再來是iCode iO iO就複雜了 這個東西實在是非常 超級無敵 屁股複雜的事情 你想要簡單的東西 你看 你原本這手機可以上 對不對 你這手機可以上完 一定有改 那如果說 我這上面可以讓你跑 十個虛擬Instance 那這上面的Instance 廢話當然也要上完 你不能上完 這理由不能上完 你就覺得跟飛渣沒有兩樣都在 所以他一定能夠少 那請問上完的話 他該不會有十組IP吧 對了你看 他需要十組IP 對 可能需要十組IP 對外怎麼辦 Modern還是一個 他的網路卡 或者網路的晶片 可能還是只有一組 那我有十個IP怎麼辦 你說該不會用到NAT 對 不要懷疑 NAT就用得到了 所以說 然後Tumul 用錢找一個NAT 你可以找到一大堆結果 對 不要懷疑 什麼規矩 你想到那些網路很複雜的東西 全跑出來 就是網路而已 好 再次顯示看 你想一件事 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裡面 你就講手機好了 他可能有十顆CPU 但他的GPU 可能多少核 CPU有可能有十核 像剛才講的 有十個GasOS 那怎麼辦 那GPU要分解誰 對 對 你以為有十個CPU 那就 一個一個去分 不行 那因為很多CPU 是怎樣 他是SMP連在一起 他的CPU 跟CPU 可能每幾組 是連在一起 每四組是連在一起 那你有兩組 都是獨立的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 實體上一個 一個限制在那邊 所以 事實上 要做到頂 然後在實體 就更麻煩 你不管有幾個GasOS 你上面已經不只一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怎麼 把它發送好 這個非常負大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專心看這個 Hard Assistive 因為前面東西 以技術來說已經過世了 當然還是很多裡面有在用 事實上有很多手機 事實上還有一些 裝置其實都有在用 不過 我們這個議題是希望 可以來展望 展望這個未來技術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Hard Assistive Virtualization 本質上 他要創造一個 更高的等級 所以要再講 更高的等級 那接著 我們來注意看這件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好玩的是這個箭頭的互動 以前都是一層一層的 但是好玩是這一層 所以事實上 我的DNA Virtual Machine Monitor 它執行在最高等級 或者是-1 或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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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 但是呢 裡面呢 它跟那個原本 還是有些東西這樣 還是有些處理 因為它最主要是降低 這個吸力的模擬 但是呢 像那些什麼 像是Bus Isolation 或是Memory 那些 Potition 這兩邊要合作才行 好 再來是說 在這個議題中 我們甚至要發展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 Io Device 我們稱為叫 IoB 那就是說 我把Io做 H-Y-P 比如說 兩根網卡 我十個Gase OS 我都要上網怎麼辦 所以我可能 先透過一個虛擬網卡 也就是說 這十個Gase OS 它不直接存取到印 我怎樣 我先讓它存取到一個buckle 所以 看起來好像寫 独怪之外 先存取一個buckle 所以我都四個Gase OS 寫 然後呢 再由這一層 轉包出去 就是轉包出去 那當然還有一種叫 就是說 如果這十個Gase OS 裡面只有一個人 有資格存取到網路 好 那我呢 就把網路 電腦網 這個NIC 就是那個 Network Interface 的Controller 存取權 給其中一個Gase OS 那其他九個Gase OS 不准它存取 這邊就叫 PathLoop 那這東西在這個 GPU的使用 非常之重要 那在Linus上 有非常成熟的東西 叫做bundio 好 這個bundio 你在網路上可以找到一家的追溯 好 那這邊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這時候應該叫它hyper-v 那hyper-v 對不要懷疑 hyper-v是什麼 hyper-v就是Microsoft 發展的東西 叫hyper-v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hyper-v呢 最早 由Microsoft發展的時候 事實上的 呃 呃 事實上曾經 踩到GPU的 它曾經有GPU violation過 呃 我們之前有學生 整理的很棒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找出關鍵 hyper-v再加 app Oss APC 就跟你講說這個 呃 這個 這個 它的一個相關的法律 整理的問題 那2009年呢 這個hyper-v hyper-v是什麼 hyper-v是Microsoft的一個 虛擬方案 所以它可以 它的hyper-v上面就是執行什麼 Linus 可以執行Linus 執行很多OAS 好 我們回來了 你們想過一件事 hyper-v為什麼會違反GPU 為什麼 因為 也是因為這個GPU 因為 如果說你要做Pay-through 你要做這個IoPG 來這些選擇 你是不是 是不是一定要GasOS 上一樣的 一樣有一個特製的專頁 對不對 因為原本的 GasOS 它可能直接存取到硬體 但是我為了要做到IoPG 來進去 所以事實上你是存取到一個特製的 驅動指示 好 那特製的驅動指示 廢話要不要寫 當然要寫啦 那這個剛剛是不是GPU 廢話 Linus上的話就是GPU 好 那可是呢 Microsoft不小心 在2009年不小心 它沒有 沒有把GasOS上 的 這個 IoVirtualization 的Divide Drive 的Source Code 把他放出來 那這個件事呢 導致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這個其實 已經是這麼大的公司犯得錯 所以這個 導致很大的爭議 我們今天不贅述 所以我們可以去找一下這個 這個Violation 那 後來的結果其實 非常 非常正面 後來 Microsoft做什麼事情呢 Microsoft就承認它的書 而且 而且 把HyperV裡面 跟IO 合球來自尋 有關的扣法放出來 好 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事情 因為 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 過去呢 像 KVM Minus KVM是在08年 在那個 就是KVM最早是一家公司 就是一家在HIPA的公司 我有點忘記那個公司叫什麼名字 來著 去去去去 去 忘記了 反正就是有一家 有一家在以色列公司 這個公司 這個 我從來不知道什麼名字 好 那這個 KVM以前是一家小公司搞的東西 而且最早的程式碼其實只有2000行 就是 到後來 後來發展之後 就是後來對黑把它買下來之後 大概也才2萬行 就是規模 所以最早的程式碼只有2000行 然後後來變2萬行 那還是非常非常小 其實那 KVM的東西就是不完整 不完全的 尤其是那個 這個 IoMatch來自尋 應該是做得很不好 那但是090這件事很重要 090這件事就是 Intern 那麥克蘇的Code 放出來 而且麥克蘇的那個 HyperV HyperV KVM 還有Vert Io 那 雖然這些人的目標都不同 公司證明不同 KVM 背後最大的贊助者是誰 就是Vert HyperV 背後最主要開發者是誰 Microsoft 但是呢 你看這兩個東西其實怎樣 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途徑 而且某個角度還是進入這種 欸 竟然合作了 那裡面合作呢 就搞一個東西叫Vert Io 就是讓Vert Io 實現出現的 Microsoft的HyperV 越來越多採用Vert Io KVM 使用Vert Io之後呢 也可以用得更廣 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事情 那這件事也導致Microsoft成為怎樣 Vinus Keno 第20大的貢獻者 而且在2010年的時候呢 Vinus 那那個Microsoft成為第10名的貢獻者 當然後來排名又往下降 因為 一堆新興公司 像那個什麼阿里巴巴的公司 就跑出來 這樣排名就改變了 那你可以剛剛說什麼呢 這裡面可以知道說其他裡面要同一條 真的是非常多丁 好 然後 再來是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 那on的話是這樣 就是說on的話 原本呢 它就有什麼 它就有sdbc mode 這個sdbc mode 就可以讓你做一個特選處理 所以把那個系統不交流 做在這裡 所以你本來就有一個user mode 那若干的特選模式 那on呢 怎麼做呢 搞的東西叫hyp mode 所以你的hypervisor本身 就是在那裡 在這邊 好 好 然後呢 還有一個很酷很氣的東西 叫什麼 叫做trust room 那我們前面講過很多次 那個artimus 今年希望 希望 今年要發佈artimus 2 但是我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應該叫一個宣言的名字 應該叫一個 應該叫一個神力 神力虛擬精 聽起來厲害對不對 然後什麼wonder wonder virtue 聽起來很厲害對不對 好 所以 在我們 今年 預計要發佈的一個新的hypervisor 那 它做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它用trust room 用trust room 來實現multi 來實現multi 這有什麼好處 因為它可以降低context的成本 所以有機會做到什麼 做到 microsecond級的精準度 因為很多很多hypervisor 其實它做不到 做不到 就是它可能 它的時間刻度 可能就是10microsecond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設定的clock 它就可能是10microsecond 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要3microsecond 甚至要1microsecond 沒有可能做到 這就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挑戰 所以我後來是用這件事 所以可以做到1microsecond 你要知道1microsecond 就是它業界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今天嘗試做這個突破 那感謝今年遇到一些 Air法師 對 Air的 還有一些 一些 就是台湾公司的一些贊助 讓我們可以有這個經費去 開放我們 hypervisor 希望 希望你可以今年把它發布出來 好 來看一下這張圖 那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說 基本上 越底下 等級越高 所以這上面就是一般的user 對 一山的user 它是非特權模式的 然後 GasOS 指定在什麼 supervised mode 是一個特權模式 注意到上面非特權 中間是特權 當然是hyp 還是特權 但是特權 更高 所以 VN的指定在這裡 然後 穿衆什麼鳥呢 穿衆就是簡單來說 我們之後還會再探討 我快點講一下 穿衆基本上它會創造兩個 它會切割兩個世界 一個叫secure world 一個 安全世界 一個叫什麼 secure state 或是secure world 那另外叫normal normal normal state 所以你看 這個 那個創作能力 可以讓你執行一個 skure state 那skure state 很特別 skure state 它可以 它就是完全被隔離的 它physical 也可以被隔離 所以 如果說你今天 這邊左邊有二億城市 它鬧到這一關的時候 你有沒有可能打到這邊來 在這個 如果你的操縱的這個monitor secure monitor 你 案裡面有個指定叫smc 就是叫做secure monitor 那個 那個ctrl 就來做做這件事 如果你的monitor起來好的話 你可以讓這邊緊水不犯和水 完全不會涼 完全不會受到影響 而且效能還是很高 這個是創作在做的事情 好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休息到2155分 好 接著我們繼續來探討這張圖 那這張圖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 on的設計裡面 其實你看到說 它有hyb mode 然後呢 再來是有這個創作 那 創作的這個地方 還蠻複雜的 就是遠遠超過我們 今天 一天可以講 事實上 可以講好幾次 那 如果你對這個地方實在太有興趣了 你可以來 先來查一下這個東西 叫optee 那optee 是由這個linaro 還有很多公司 合作的 那裡面 裡面有一家很重要的廠商 其實叫做 microsoft 不要懷疑 這時候又出現microsoft 好 那 你可以在網上可以找到 蠻多資料 而且它都是 相對久了 三年前的東西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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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optee 呢 因為它的這個 on on 對這個創作是非常自討的 一個非常特別的基礎 而且創作來講 它對 商業 其實有很大的應用 好 這邊我沒辦法跟你講 連發科技有關的東西 因為有一些限制 但是我講進了這所有事情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展訓 這時候要拿展訓出來編了 好 那個 你知道 我有一些東西不能講 好 我只能講展訓 好 那以展訓來講的話是這樣 就是說 大沒想過一件事 就是那個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像周杰倫 周杰倫 他是一個很優秀的一個藝人 這個毋庸置疑 但他在台灣的活動很少 像最近才不是演唱會 你覺得 那請問周杰倫在台灣怎麼賺錢 然後呢 你說 啊 那周杰倫在台灣不用賺錢啊 反正就不用特別賺錢啊 反正一年半幾次演唱 一兩次演唱會就好了啊 那反正在中國就是選秀嘛 那之類的 其實周杰倫賺錢的方法 不是這樣賺的 周董 之所以為周董 就是因為他賺錢的方法 很多種 他可以讓很多一個飯吃 對嗎 把我們做手機的 那 周董呢 其實他發唱片發的 沒那麼頻繁 你看像田富貞啊 或蔡英發唱片的那個數量 都比這個周杰倫多 但是為什麼周杰倫的獲利 還是 比田富貞啊 來得多 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因為 周杰倫在很早就實現一件事 叫做 制裁權的獲利 也就是說 他就算不唱歌 他賣他的授權 也可以 也可以賺到錢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 你都很久沒有聽到他的歌 對不對 那這個 那請問他怎麼賺錢啊 這個 你還是很好奇嗎 讓我那麼久 終於來認真講這個問題 那事實上呢 像那個手機鈴聲 手機鈴聲 是一個很區別的事情 手機鈴聲呢 當然是功能性手機 才會在意這種事情 Smartphone隨時可以換 但是功能性手機在講 那個 手機鈴聲 是一個很重要的獲利來源 那 所以我們接著 接著來想 想一個議題 就是說這個 這個功能性手機 既然它是一個獲利的 一個很重要來源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讓 下載 下載獲得資料 可以怎樣 可以那個 可以正確的那個播放 這是一個對不對 然後 你又希望這些 這些什麼鈴聲 這些資料 不會外洩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 很早就提出一個 抓住 抓住出來很久了 它超過10年了 那所以像展現這樣的手機 它就會提供一個 抓住的環境 然後跟一些電信業者合作 所以比方說 下載周杰倫的鈴聲 下載周杰倫的桌布 或者其他的一些 東西的時候呢 電信上會幫你扣錢 但是因為扣錢很小 所以你沒有感覺 那 始番時間大便變成一個扣款 不然就是幹嘛呢 看就是什麼超女的啦 超女就是 不是 不是那個 那個電影那個超女 是那個那個 什麼那個超級女生 那個超女 所以這種東西呢 其實它就是做 實現那個小的支付 那小的支付很有趣的 它支付在什麼狀態支付 在這個 secure state 所以即便左邊呢 被 hack 會被破壞的話 我有限度可以去 去右邊這個環境 等一下是獨立的 而且 而且你可能 你在第三方的狀態 是不是沒有辦法處理 就是說 你在外面拿一些什麼 那個一些 一些 可能 一些 Hardware的Program 那基本上它可以 避免這種 就是 這些資料外流 當然要設計好的話 所以 這個插入是 on來講的話 不管什麼改版 它是最高等級的 那 hyp mode呢 是在整個 non-skill state裡面 最高等級的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 這個事情的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注意到 這張圖講的就是 on的 virtualization extension 那縮寫叫 ve 那ve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創造一個 新的 我們來加上H5V mode 這沒什麼大問題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說 我們要考慮東西就很廣 除了CPU以外 要考慮到就是像中段 然後再來是配置table 還有這個GIC GIC呢 非常之關鍵 然後呢 除了這以外還有一些 比較細的項目 就是先講過 我們來解釋第一個 那傳統來講的話 就是MU 我們來講MU的時候 講到這個 physical virtual的對應 就是傳統部分 那可是呢 實際上呢 我要做處理的話 其實沒那麼容易 我要考慮到就是說 你看 我會有個中間狀態 所以它雖然是 virtual轉 physical 但是這個physical 是怎樣 是中間的 intermediate physical 所以我從這個 我從人家IPA 就是 intermediate physical address 把它轉換成真正的 physical address 那其實還需要再一次轉換 好 那這一次轉換好玩 它是由 VNN去介入 那這邊的轉換 是由GAS 介入的 好 那硬體呢 提供你必要的資源 讓你做到這個兩次轉換 那當然 實際上問題是很複雜的 實際上問題 就是第一個 你要考慮到什麼 我要怎麼去做到這個 有效的共享 這是比較難的問題 第二個是什麼 我要怎麼確保說它的這個存取 存取 存取的效率 這是一個 再來是說 在 如果你有可能有聽過這個東西叫 linus case 這個叫做 kernel stamp page merge 就是因為 實際上你看到這張圖 你看這張圖 如果這邊都是跑linus 現在因為像那種server 很多這種需求 好像就跑很多這種相似的 這個都是跑linus 那這邊都跑linus的話呢 裡面一定有大量的page 是重複的 那有沒有可能讓linus 客人去掃描 掃描這些page 然後把重複東西把它merge起來 注意到 重複東西要merge起來 這東西叫kernel 這個可以搭配這個 虛擬化技術 那這都是我們要考慮的範圍 那除了這以外呢 再來是一個非常無敵 一批蠻的東西叫做interbox 這個東西非常難 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不要說你看 你看左邊那張圖 怎麼簡單對不對 左邊那張圖 就是 池子有中斷 所以使用者按下鍵 你知道為什麼 我對這個下鍵這麼神奇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做手機的時候 當然說做用手機 手機來講的話 有60%的issue 是人機界面有關的 60% 也就是說使用者可以按 怎麼往上、往下、往左、右 這種按來按去 它可以讓很多工程師 沒業加班啊對不對 但是有些case 真是很討厭 就更想跟使用者說 白天你不要犯件 不行 好 那所以這個 以前的東西單純 就是中斷發生 那朱瑞熊就處理 所以ice up 就是主要是由 那個作業形容去處理 好 一個中斷發生 然後去處理 然後頂多設定一些mask 這是很簡單的 但是呢 如果說你看右邊 我好多個是吧 好多個guest always 然後我要指定 發它發送 所以我事實上 我這個 我就 英特化不是 有作業形容處理 是先 到面那邊 但面那也不直接 也不處理完整的 它會再轉包給 真正的那個guest always 比方說什麼 滑鼠移動到哪裡 螢幕移動到哪裡去 之類 螢幕哪裡有更新 之類的那種東西 所以事實上呢 你要涉及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怎麼發送 所以 hyper visor 本身要做什麼事呢 它要去做那個對應 那當然 另外還是要處理一些 關鍵問題啦 比方說 像page fault 就是一些sector 基本 guest always 要處理啦 有些中斷 比方說像那種 non-masterable 的interrupt 其實是要處理的 好 然後呢 中斷 是一個非常 無理劈力複雜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事實上呢 暗為了這件事 暗其實很早就想懂 所以它暗為了這件事 做了很大心思調整 它做了什麼調整呢 好 我們要再來就是 暗呢 提出一個gic gic呢 g 是genetic genetic into control 那這個東西其實 這個gic本質上 它是一個什麼 distributor 在英文來講 有兩個字不要搞錯了 一個叫做 distribute 好 有兩個字不要搞錯 這一個叫dispute 一個叫dispatch 那 dispute呢 基本上就是 我們講那個 你常常聽到一個詞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那個 normal distribution 這個 常態分布 所以它的分布 你要注意到 每一個樣本 它發生的 我認為是什麼 是一個獨立事件 所以它本質上 它是一個什麼 統值的 我們講distribution 講的是統值 性質是一樣的 獨立事件 可是dispatch不一樣 dispatch 像什麼 像那個 scheduler scheduler 我在做什麼 我在 dispatch 就是工作 就是這個 dispatcher 可是工作呢 它有輕重反擊 甚至有些工作 甚至可以被捨棄掉 所以你看 dispatch dispatcher 它本章就涉及到 不公平 不對 所以這兩個字不要搞錯了 那GIC的這個 這個術語 就稱為 distribute 所以一直意味著什麼 它是同質的 同樣性質的 好 來看一下這張圖 注意到它的 鍵頭是從左邊到右邊的 右邊是這個 GasOS 它有這個 Hyperwise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中段進來的時候 它有一個distribution 所以 對 系統來講 中段發生 我本來欺負要處 要切碗模式 但是我不當直接切 所以事實上 它有兩個不同的路 一個叫 virtual shipping interface 一個叫 physical shipping interface 那physical這一層 接到 hyperwise virtual這一層 接到各自的 GasOS 所以 distribution 可以設定什麼 設定一些 設定一些 SMP IRQ的 affinity 我去設定說 中段要發生到 哪一層 走哪條路 所以 原則上是這樣 那 難的地方在哪裡 難的地方在這句話 所以事實上 這個 你還有一個東西叫 HIP trap 所以事實上 hyperwise 要去從這個 physical cpu interface 去讀取 這個 intro的狀態 然後呢 它要回報給人 它要做出 對應的這個 操作 所以 它要 哪些東西 它要 他要 自己吃掉 那 或是由 HIP 去仲裁 剛才講的網路例子 那如果說 我們只允許 它另外是來上網 周邊來操作 那 所以其他 那些 chanceable 跟receive 都這樣 都是透過一個 虛擬的 網路去用測試 所以你要去做這個重產 概念上是這樣 如果說你把這個東西 再把它拼起來 那是超high的 就看到網路中的圖 所以這邊來講話 就是說 就 我們剛剛有講到 OPTE NOW那些東西 如果做完的時候 就這樣 所以你要做什麼 行動支付 你要做什麼 ERM DISO RISE 那些什麼 基本上都做了 右部這個 它是一個 安全執行環境 與世隔離的人 但是呢 這與世隔離的東西 又跟 secure state 又可以 某個程度可以共享 比如說 你可以想像這就是音樂 KQ Bust 什麼下載 中間連身的東西 哦 一下載之後 它就趕快 切換 就有點像 就一個任命門 切換 那這邊那時候 就跟周邊沒有關係 那處理完之後 再回來 再切回來 然後有趣 那樣是 中間切的過程中 這個gas GasOS的其放大 它們的概念 它是裝法 改變的 那 呃 當然這張圖呢 就畫很多議題了進來 所以你看到周邊來講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什麼 像BSP啦 GP路啦 這些東西都要考進去 怎麼辦 所以真的是 對 好 好 那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沒有 好 我們接下來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 呃 實作面的議題 實作面的議題呢 第一個 我們先來看open source 不對 也只有open source 可以看 有很多 不是open source 已經做了很大改變 那這邊列出來都是open source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Zen 嗯 嗯 Sansom在 09年 做一個很有 前瞻的一個計畫 所以它做一個東西叫zen on 那 顧名師就是把zen移植在這個on的初期上 好 那 嗯 嗯 神仲當時那個手機呢 就是 有 像前面講的那種情境啊 哈瑋的 constantation 啊 然後一些 reachOS的那些要求 所以它在on11 codes A9 以及到後來codes A15 有支援 那其中codes A15的這個改進呢 已經 已經提交到 已經整合到 已經整合到這個 這裡面 在2011年 整合進去 那 okl4 okl4 okl4呢 在okl4 3.0之前都是open source 那 之後版本就沒有open source 然後來就賣給均募商 那 不過 後來 這個東西呢 賣給均募商之後呢 做了很大的調整 所以後來 有個東西 seo4 seo4 seo4就是真正open source 它是以這個 轉入GPU法 發布出來 那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進化版的 一個okl4 所以 嗯 它 有非常前瞻的 然後呢 在TU Dresden 這個那個 Dresden的那個 科技大學 我們搞一個東西 L4 Linus 我們知道 德國是發展 麥克克納的重鎮 最早第一代麥克克納 比方說 卡雷基美容大學的這個Mark 他們是在美國發展 但是第二代的麥克克納 其實是在德國發展廣大的 那你可能知道那個 優勝利德克 優勝利德克 博士大發的L4 那L4 獲得巨大的成功 然後所以它影響到像okl4 那 L4 Linus 是這個德國這些大學 還有一些研究機構 合作的一個項目 就是把Linus 跑在L4 麥克克納上 那所以 L4 其實它就變成一個 什麼Hyperweiser 因為它上面可以執行好幾個 Inners 一個什麼Gas always 然後呢 為了它能夠實作 Big Little的這個切換 所以這個 UN搞一個東西叫 Virtualizer 好注意到 這個是在20 2010年還有2011年之間的名詞 後來這個詞被丟掉了 那 因為 太容易讓你混淆了 那 這個 這個之後我們講Big Little的時候 我們來去跟大家探討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這個KBnUn 這講到KBnUn 有時候有點難過 因為KBnUn的話 現在主要的 的維護者是Linaro 那它在Linaro維護之前 是有哥倫比亞大學的這個 研究員開發的 但是很不細的地方是什麼 你知道有沒有看到NTH 對不要懷疑 NTH是哪裡 就是我們隔壁 就是清大 我們隔壁的清大 對不對 那你說哇 清大跟這個KBn有什麼關係 個人性很大了 這個東西想起來就難過 其實 KBn的Unquote 真正把它做出來 真正達到一個可用的效能 是誰做的 不是哥倫比亞大學 是台灣的清華大學 你覺得很神奇對不對 但是很不細的地方是 因為台灣的發表比較晚 雖然台灣做的比較完整 當時哥倫比亞大學在DEMO的時候 因為他們那個系統很慢 開電視要開10分鐘 哇靠 你沒聽錯 開電視要開10分鐘 這是什麼垃圾啊 但是 但是怎樣 它跟Upstream關係很好 而且它一有成果就把它丟出來 那清華大學比較可惜 就是當時有些策略考量 所以打算 不打算說很早 不打算一開始把Source Code放出來 而且放出Source Code之後 放出來就沒有繼續跟那個上野 繼續合作 所以就很不幸 所以導致 雖然清華大學在2009年做的 比哥倫比亞大學好很多 效能好很多 那但是因為跟上野的關係 跟這個 跟那個整個 整個開放電視馬的生派沒有 沒有處理得好 所以導致 談話一見 這其實很可惜 所以如果說在座的朋友 如果是大學生 我真的覺得說 這種案例我講不完 我可以講出好多個案例 是台灣人先做 但是沒有機會做到世界一九 頂多像PTT這樣子 我講的不是人 是DTS 你都像PTT DTS 一樣 就股放自賞 在台灣股放自賞 有太多這種例子 所以如果說你是學生的話 我強烈建議 你做的東西 做什麼東西 你就趕快丟出來 差沒關係 但是你不丟出來 不跟世界一九的切磋 不讓人家指針你的問題 你可能也變好機會都沒有 好 那再來是XFighter 那XFighter的話 從UNV5 UNV7 UNV7 再加B 以及UNV8 都有支援 那底下是客戶支援 啊 這個傷心的故事我們就不談了 好 那 那以Sensor的這個Zen 按來講的話 它的設計這樣 Zen是Type-1的Hypervisor 然後呢 這個設計是這樣 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講 有個VN0 然後這邊有個VNN 所以實際上 我可以啟動好幾個 好幾個 Gas OS 但是這個VN0很重要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東西重要 因為呢 它有真正的Divine Driver 這邊我們看到 有Native Driver 所以這邊Native Driver 可以怎樣 透過VN Interface 存取到什麼 硬體 但是呢 這邊的Gas OS 它其實不能存取 它其實要先連到什麼 Back End Driver Back End Driver 再連到Native Driver 再透過剛才的路 好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VN0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其實 它怎樣 它是管理的那個 驅動程式 那這邊來講的話 它驅動程式就很像是網路的驅動程式一樣 就是我做這個 像TCPIV的通訊這樣子 好 這件事特別搞清楚 好 這個是這個ZEN的設計 好 那 ZEN的開發呢 因為它考慮到的問題就很多了 因為它 它從這個Online On11 然後到那個 HIVMod 就是 VE這些東西的資源 都陸續加進去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一個情境 你想像這個情境這樣 就是像左下角看到的一個平板 好 就是一台 一個Tablet 好 那這個Tablet呢 上面有兩個以上的作業系統 好 那兩個以上作業系統呢 那我們可能就是 設計到一個很大的 就是我需要 顯示 對不對 然後就是說你可能兩個 兩個 兩個裝置嘛 就是要去 兩個OIS 在一個裝置上面做 所以你可能需要 需要 滑一下變成 或者按一個鍵 就變成另外一個OIS 這很好 但問題是實作來講的話 就有點複雜 你可以看到說 第一個OIS 講到第一個GAS OIS 我叫做 照前面的數據叫什麼 叫VM0 那VM0呢 它有真正的Native Driver 所以它可以透過這個 VM Interface 出一段硬體 然後這邊提供個VMD 所以你看到 這邊的要做什麼事 就是先 透到這個VMD 再透過Native Driver 再過來 這還好 但是關鍵的地方是哪裡 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非常苦惱的事情 因為從frontend VMD 要跟這邊溝通的時候 不能直接把資料丟過去 注意到 我要先幹嘛 我要先跳進HyperWise 好 然後再跳到GAS OIS 然後呢 再跳到HyperWise 然後這邊看到 進去一次 好 看到 進去一次 然後這個吧 然後傳遞資料 再進去一次 好 那處理完之後呢 再進去一次 好 所以 然後整個處理完這樣 再回來 回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來回就是四次 好 那這個 這個來講的話呢 你就想要 你把這東西可以想要成 那個Context 但是它的成本很大 因為還涉及到這個 還涉及到模式的問題 那所以 事實上它的代價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接著 去想 有沒有可能 我們去加速這個操作 所以 有一個很有趣的機制 我們稱呼一下 VM Exit 注意看這張圖 這個VM Exit 它提供一個Showcard 這個東西很有趣 這個Showcard是怎樣 它可以讓你直接從這邊 跳 然後注意到 這邊跳 然後幹嘛 跳 這邊 就怎樣 就可以 就是 我有個路徑 我可以直接這樣 我可以直接 在那邊切換 所以 我不需要繞這麼長的路徑 我可以直接跳 跳這個模式 然後 把之前的那個結果 把它找出來 所以比方說 你上面把那個 顯示 或是直接處理 所以它一個VM Exit 可以去改變這個 這個 它就創造一個Showcard 那可以避免每次的大量的hypercode 然後這種 這種 不然 不過 VM Exit 有很多限制 所以 請你搭配看一下文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所謂 哈威 assisted 並不是說哈威把這些 摩訣來信全部做完 不可能 哈威必須提供一些一定的彈性 哈威能夠做的是把 耗費時間 去掉 比方提供的Showcard 可以避免重視的發生 然後 終於我們來開始再講這個 比利頭 好 那我們今天講的比利頭 是 不是完整比利頭 你要看完整比利頭 可以請看 今天列出來的另外一份頭片 那我們今天講的那個 比利頭 是在講什麼 跟Virtualization有關的部分 好 我們知道 比利頭的關鍵是 要做這個Migration 好 那Migration的時候呢 我們事實上有很多議題要去考慮到 好 所以呢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就是說 欸 為什麼這功能 我們需要一個 一個 hypervisor 因為呢 比方說以中段來講 注意到中段主題就是一件事 不是只有中段而已 還有各式各樣的Exception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在 在做整個Migrate的過程中呢 事實上我會有中段還有Exception 會發生 那 可是問題是 整個作業是在處理 就像你想要你在搬家嘛 對 就像說 你買一個新房子 那買一個新房子呢 你要搬家嘛 那搬家的時候 你還是要找地方睡覺嘛 對 然後你還是找地方洗澡嘛 你還是找地方洗衣服 所以很多時候 在搬家的時候很麻煩 因為搬家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 他可能要搬個好幾天 而且更麻煩的是 有可能 你買房子裡面的 人他沒搬走 有些房子 有些屋主 他們是手投門錢 趕快把自己的那個房子趕快出脫 但是他還是住在那裡 所以你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那邊的人還使用一部分的那個 新的家 就是你的新家還有舊家 就是你的新家 還有一部分是被人家佔用的 那你還不能完整搬過去 所以你遇到這種時候 很多時候不會有搬家 有時候怎麼辦 你可能還要住飯店 所以你就想要這個 hypewise就這樣一個飯店 如果你先擺個飯店住好 那你搬家的時候 壓力比較低 壓力就沒有那麼高 你可以想 你可以來 照你的進度 或者照另外一邊 這個交流狀況 決定 反正你用的地方可以 用你別人在住 所以我們事情 然後什麼 這些需求 你不用這個 平分命 所以類似的概念 那所以呢 我們設計這樣一個 hypewise 抓門來處理 這個 但是它不真正去處理 它是總包含 狀態把握之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張示意圖 我們看一下這張示意圖 你可以看到一個好玩的事情 就是說 這個 Big Little正在切換 那切換過程中我會切 有一個 這個hypewise 事實上是怎樣 會執行在這個 HRBMall 那HRBMall的話呢 我可以怎樣 先接收到這個intera 或者接收到這種section 這種狀況 所以我先把它 把這個保存下來 所以這個東西叫什麼 這個叫做 Test Migration Intera Handle 所以這 不明實力就是說 這個intera Handle 專門在什麼 Test Migration 所以我先把這個狀態 保存下來 我避免那個 這個intera的狀態沒有 反覆發生 那我就把這個東西 保存下來 等Linus 不管是從Big到Linus Linus到Big 等Linus都處理好之後 我再把這個 把這個intera 轉包給Linus 來做好 所以右邊就是Linus 那當然說 整體來講 時間會不會拖廠 會 所以注意到 Big Little 它的Migration 代價是很大的 我前面講過 它是Minisecond級的 所以事實上有很多研究 就是說 而且現在很棒的 這些研究其實都在 Migong的環境裡面 所以如果你是學生 其實不要跟我說什麼 研究所找不到題目 拜託不要講那種不聊話 天底下一堆是 都解決不完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這麼那麼爛 為什麼不去改革 不能講錯話 我說 我說 有天底下有那麼多事可以做 對不對 有太多事人 比如說 比如說 比如說區塊鏈 比如說手機 比如說公號 比如說重重重問題 太多問題可以處理 對不對 你只要認真看待 你要想 我 為什麼還念資工 我為什麼要念電機 為什麼要去工程 就是我在改變世界 對不對 我不改變世界 我該不會把單位公司 所以你就是要有決心 我要改變世界 從手機出發 從線上支付 從區塊鏈 從那些什麼 身分事點 出負責的問題 都存在 而且 絕對不要說沒有空間 一直到今天 還有一大堆空間可以處理 那我們之後再講BIG LITLE 的時候 我會再更詳細給你做參考 唉 這個 扣自由呢 好難過啊 曾經難 曾經的故事 我們就都不提了 好 就跳過 好 那麼 好 今天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GasOS的部分 我們前面花了很多時間講這個hypervisor 那接著再講這個GasOS GasOS呢 並不是完全沒有別的事要做 事實上 就算有Hardway Assistive Virtualization 或者說有這個VD 基本上還有很多事要處理 因為像今天看到很多 像這個hypercode 就是說 這些模式轉換其實還是有代價的 相對是很 不過它相對是低的 那再來是 那再來是 呃 事實上呢 有很多東西都是 基本上它都是最後的 Hardway Model 尤其到涉及到一個問題 叫做GPU 我覺得來自選 GPU 一直到現在 都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放在說Linus的Linus4.11GPU GPU 我另外就是Linus4.1還是4.12 我就要先這樣 嗯 好啦 反正 不是4.1就是4.12吧 那Linus在最近的幾個版本 加入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就是允許你當 讓你做這個Linus的 那個GPU 那這個東西是針對什麼 GasOS 這件事非常重要 你看這時候什麼時候出現 就是今年的事情 好所以你看 這份投影片 講的事情很有趣 就是有些東西已經過時了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這邊來講一直到今天來 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說不要說我要怎麼做到 不管是泰國人也好 泰國庫也好 我要怎麼做到今天 我就來就去 這是一個非常不大的事情 再來是為了做到這件事 盡量你要對Linus4.1做很多的修改 這個 雖然很傷心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反正我們之前搞一家 找到一家公司 專門要做訊號技術的公司 這個 好 那當時呢我們有個很重要的一個訴求 就是說 Linus的那個修改量 可以在700年內 當時我們要知道當時是什麼時候 7年前 這個非常有創舉的事情 好 大家現在是拉肥 好 唉 懂嗎 有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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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你真的幹嘛 你只是要做一些事 對 但是做一些事然後證明你是更陌生 好 不過這個也不是壞事啊 以後表示做Hyperwise的時候會做得更好的 好 所以相當來說 只修改700行可以做到虛擬化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好 因為像Zen啊都是改了上萬行 Zen大概改了大概9000到1萬行 大規模的扣好 然後所以這導致的maintain問題 不過這件事有改善的時候 因為Linus-Kern 對虛擬化技術越來越友善 所以很多像Zen的修改 很大筆都會舉到Linus-Kern 所以即將 雖然Zen還是有 還是配了Witch來的群 或是它的FullWitch 它的那個東西還是要有多那種 IOM球來進行的支援 但是這個地方的修改已經很低了 那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是Power Construction 所以這個Power Construction 可以搭配前面講的那個 這個 嗯 前面講的這個 BigNitle 那一直到今天還是有很大的議題 而且這裡面很酷的地方是什麼 這裡面很酷的地方是跟Machine Learning有關 對 你不要懷疑這個BigNitle跟Machine Learning有沒有關 有 超High的Machine Learning 對不對 好吵啊對不對 每次講到Machine Learning 都想到台大志工對不對 台大志工很多老師搞Machine Learning很厲害的嘛 當然 林宣敬老師很厲害的 不過我知道你想要看陳教授 對不對 不好意思講誰啊 好 那但是我們要講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BigNitle 好 對 不要懷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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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 Google 搜尋呢 你可以發現一個有確定嗎 甚至呢用到什麼 用到 用到 Machine Learning 帥氣吧 好 而且不是只有一個做 一堆人做 就是 不是一堆人 就開始有人做 因為 使用者習慣實在太神奇了 對不對 我 每個人習慣真的完全不一樣 就是 當然 你如果是在這個什麼 功能系手機的時候 行動比較單純 你看有些限制 比如你要先跟老人先解鎖 但是 相對單純的一個操作 但是現在講的話 這個 自問手機 或者自問裝置出來的時候 這整個行動變得非常複雜 所以要看你的目標 比方說 我要追求很低的那個切換的類似 我要追求一個很低的那個那個開銷 或者我要追求一個很舒暢的那個反應 這往往這些需求都是怎樣會充分 所以你要工程最難用到你 所以 我們 作為一個 工程人員 最重要就是你要 改變世界的覺醒 當然你不要覺得太挫折了 改變世界其實很簡單 我常常在課堂上都覺得講 改變世界怎麼做 你就在課堂上睡覺就這樣 在課堂上睡覺怎麼可以改變世界呢 因為你改變碳循環 對不對 但這種改變可能不是你講的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追求這樣 影響力更大的地方 好 那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在GAS OS 當然你要考慮到 從效能 整個維護 功耗 還有一些 一些新鮮挑戰 那就是GPU Vertilization 都有異議 這張圖沒有參考 沒有參考價值 因為 現在如果說你有那個 Hawai Assistant Vertilization 你都要速度往南遠北側 所以這樣 完全沒有看 那 以 Android來講的話 這個 Vertilization 應用是什麼 像這個Volta 那事實上 已經有很多裝置 就是用Vertilization 那可能有另外一家公司 這個公司叫Vertilization Vertilization 當然 跟連他對我發現我都不能講 請你原諒我 但是 獎金對手是ok的 好 這個 有一家公司叫Vertilization Ver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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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連公司都不見了 反正總之就是 有一家 有一家公司呢 就 就是 專門在做這個 把虛擬化技術 用在這個Volta 那 這個東西其實 其實有在出貨 我可能還是找一下 那 再一些 稍微low-end一點的裝置 因為我不知道 有很多地方 還是需要一些 稍微low-end一點的裝置 比方說像 印度 印度呢 你必須把手機壓得非常低 那 那 那手機壓得非常低 就是一般來說 一輛自駕 可是印度呢 那邊很麻煩 印度那邊 因為電信業者的要求 所以 你又要把東西做的 又便宜 電信上的 還行又高 然後呢 Volta 大家比較想看這件事 你說 欸 任體升級有什麼搞頭 對 你說任體升級有什麼搞頭 有喔 好多了 你沒想過一件事 欸 原本你的app 像你的畫面都看到了 app有可能只有十個 那升級完之後變成十五個 好 那是不是把某些app偷偷偷進去了 這就是Volta升級的地方 可以偷渡應用程式 那你要知道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app怎麼賺錢 寫那些mobile app怎麼賺錢 這是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mobile app呢 那現在來講的話 賺錢幫忙有幾種 第一個就是 他背後有一個服務 像Uber 不過Uber不賺錢 好複雜 不知道怎麼可以講 我不懂 他跟他跟你講 可是我不想跟你講 Uber本來懂的東西 但是說一般來說 他背後有一個服務 那或者說像 富家小黃 那跟什麼 跟那個 跟計程車業者的拆 那或者說 那個什麼 找飯店 chipago 對不對 也是跟飯店 拆帳 所以跟實體東西拆帳 是一種類型的 第二種類型的就是廣告 那種手機啊 那種遊戲都很多 很多體驗 那再來第三個點數 或者說 這個 你知道網紅嗎 網紅就是這樣 對 對 對 然後就有人打賞 對 我也可以這樣 對不對 對 但是你不會打賞 像我這個 像我這個講錯來幹嘛的 因為這東西太 在台灣太冷門了 我真的擔心說 這個今天不講 明天大家都忘光了 明天等大家都有機會寫了 對不對 對 因為產業改變很快嘛 所以趁我還記得的時候 趕快講一講 你要不要打賞這個觀念 好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 大概就是幾種獲利方式 但是有趣的話 那手機公司怎麼賺錢 你說手機公司不是賣手機嗎 可是手機公司 很多公司都沒有毛利 再講一次 很多手機公司毛利非常低 就是你要看前幾名的 包含LG 勉強算第五 第六名的 第五名第六名的公司 他的毛利已經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都登級了 那請問他後面的公司 怎麼會有毛利 對不對 所以現在手機公司的毛利很有趣 但手機公司的賺錢方法很有趣 他跟寫APP的公司收錢 對你沒有聽錯 寫APP的公司 手機公司跟寫APP的公司收錢 為什麼 他跟他說 你Uber是吧 你那個什麼 胡椒小紅是吧 你這個 什麼 Spotify是吧 你是KBuds是吧 你是不是需要 送到很多使用者 好 我讓你 我讓你APP預先 裝在手機上 那你要貢獻 我贏收 所以 你們覺得有點奇怪對不對 手機公司的賺錢方式 竟然是 用這種方式 對不對 就這樣意外收入 對不對 那 所以這個很有趣 就是VOLTA另外一個關鍵 但是 這意味著VOLTA 要保證它是完全正確的 VOLTA要保證之後 它的執行結果是怎樣 是這個 要可靠的 這是我們在實作上 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所以 你為什麼需要虛擬化機制 這樣 再來是說你會需要一些 比較複雜的一些 安全控管機制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 你可能需要 開機快點 像我們之前做過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就是說 我們頂層 做一個 hypervisor 然後像以前那個 Android的這個 TD Google TV 要啟動可能要 我不能跟你講確定數字 確定數字 算限定 可能要一分鐘 但是 如果說你先把 你先把這個 電視功能打開 它就很快 可能5秒就可以把功能打開 就可以開始電視了 那Android慢慢開 類似這種 它就是一個 追求比較好的 使用者體驗 甚至這東西可以搭配 hypernation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查一下 以前我們有做過 找一下 我們找 hypernation 我們以前 在0xlabel 有做過一些 onhypernation 然後source code 有放出來 如果有興趣可以查一下 那基本上 也有一些人 在我們的成果上 不然說在 不然說在 Linaro 也在我們的技術上 做了一些事情 那基本上 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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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用的專案 所以有興趣可以查一下 好 那所以 我們快速講到這邊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 就是這個裡面 真的非常多議題要去 要去思考 然後 然後 如果你對這個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幾個 就是說 我們今天都有列出來 onhypernation 的狀態 還有說 就是這個 sy的 這個sy的 它那時候 像是unhypernation 像我剛才講的地方 都把它文字化 就是 虛擬化的部分 怎麼去trap 然後幫它說 它怎麼去切換 這個 這個其實是一個 就 之前兩年前的同學 花很多時間 幫大家整理好 這是蠻可貴的第一手經驗 因為 裡面有很多東西 是跟這個 開發有確認的 好 那我們 我們今天這個 講座就到這裡 那 下一個部分 我們就來跟大家探討 這個 Big Little 就是實際從這個 Big Little的這個 完成設計 那我 因為我們先講了這個 虛擬化技術之後呢 講這個Big Little 就相對比較快 好 那我們今天講座就到這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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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